阿彌陀佛少造業多念佛 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各位同學 讓我們介好找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看這個 暗示這個別忘了 否則就像王爺影子 先生罵我們的 然後當然不能說罵 用這個詞重一點加強我們影響 說今的解說經文我們這個禮記又經文 位於作文的 作文造句構子的 成立 條例 往往 訓為有無知有失 往往要注意 人同此心心同此也大大都一樣 所以這個有不要再訓成有無的有 像課本書是那樣 書是三那樣 來復歸由之後禮 上一次我們看禮記書他這裡是前後有呼應的 因為他評鑑對這個復犯者 再來我們這裡可以補充一下這個 怎麼知道復犯者是借代為 因為他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嗎 怎麼知道復犯者是借代為這個 而且 而且怎麼樣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不歸於是借代為這個 下文 不歸所以 可見是相對 富貴的身份 而況富貴富 夏文更明顯 夏文還呼應 貧賤 耳之浩里的貧賤 在夏文 不只阿切 這是用什麼方法圖上夏文的重要 最後一 更明白了 不可但讀做科學語言 文學語言科學語言 跟馬情形大法教我們 我們這裏做一個超連結 這陣子是要圓滿 有也好 那我要 這因為厚文還有 所以我們要先留 回到課文這裡 暫停一下 阿美濤幫我們繼續 現在都很怕的王 這個 課文 好 接下來段文就這個 因為剛剛上一段那個問號很重要 訪問句 所以我們拿進來 字不折好吧 這個 注釋也進來 因為注釋可以討論 像剛剛那個注釋山又有錯 做的不好 做的不好 我沒有用錯 我們說是不當 行為不當不當 確實是 甚至可以說錯都可以 那這個很明顯 這個叫什麼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富貴 而能夠去知道 來關鍵就是好字 再來富貴要注意一個 前面沒有提到 富貴是 有三種情形 一 富而不貴 富貴其實是富 或者這樣 富而不貴 比如說 富而不貴 比如說 比如說 富而不貴 大財主 我們不舉例子 我們口頭上舉郭台銘 類似這種 那郭台銘先生可能要選總統 那我們 這個 國王當然 不要舉國王 因為比較民族的比較貴 像川普先生也是很有錢 所以他是富而貴 那像我們蔡總統應該他不是有錢人出生的 所以他應該是貴而不富 清官 清公就不常用 然後富而不貴 大財主 不一定有公 大財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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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是貴且乎 美國的比較 美國至少是世界級 台灣以後還在不在都不知道 蔡英文總統 郭台銘 美國好歹 也是個大國世界級 總不會到時候 就像華盛頓那樣 總不會到時候川普總統 誰都不知道 要知道 還是不要去好 文字跟語言畢竟不同 文字是千秋之夜 當然我們裡頭也取了很多俗例 又何妨 反正我們幹都進來 對不對 哪怕 後來的人不明白 所以我們一樣 加那個 網頁連結 可以看 可以看 對不對 用危機的就可以 這個 貴而不復 留到范仲淹 對不對 包青天 你看 既然都是宋朝 所以宋朝那時候 理性 理盡讀書人 真是有價值 第一個想到要去包青天一定 總統我們就不急啊 蔡英文我們也不太了解他 郭台銘 因為他只是平民 所以我們稱先生就好 他準備選總統的話 他是這個簡化字的台 人家名字是這個 你不能說 這個簡化字給他改回版體 我們前面看到什麼范仲淹 被模範的犯 就亂七八糟 他身價那麼高 那像 比爾蓋斯也是 他沒有做大乖 他並不貴 他算上流社會的人 那當然也算 你是從這個上流下流來看 看他貴 那可以 因為以前傳統講富貴 還是講政治地位上 所以我們還是以政治地位來講 所以我們還是以政治地位來講 總統就不一定會對 這個是確定沒有做官 現在 做官 原來他是 我去教過台北海院的 學業 校友 最近吵得沸沸揚 我不知道 我的耳文 果然他是 宣布投入出選難怪 才剛發生的事 他這個台你就不能給他 改成那個 這只是舉例而已 沒有任何立場 不代表本台立場 或你舉更好的例子 你把它換掉 再來 這不要那麼大字 報青天那個還可以 哈哈 對不對 川普總統 他是因為是美國的 不是他本人 那這個是因為他本人 那這已經報青天了 這也我們還要再小一點 所以要弄清楚 有同理 平見應然 也是這樣 所以有平而見的 有見而併明 如學生其事 身分並不見 郭台銘先生他只是不貴 你不能說他見 那假如你是從那個社會上流人士 當然他算貴了 可是他抽象的社會皆知 那不是具體的 身分那種 當然有時候抽象也不是那麼抽象 比如說他們業界 公定人他就是大王 對不對 貴人 還有一個 貴而不復如清官 貴人 你生命中的個人 這個是什麼 文學語言 對不對 這個 是文學語言的 會 這是文學語言的 這要分清楚 這要分清楚 然後 然後 大學 如大學生只是平而不靜 大學生你畢竟有個公民 尤其畢業以後 窮秀才 所以你們畢業的就相當古時候的秀才 窮學生 連窮學生都有 學生嗎 窮秀才 幾次品而不見 品而未必不見 還有一些行一計事 像陳樹菊女士也算 雖然他捐那麼多錢 他是純的 他不是賺炭達吉 這個是指的 比前面提的人都 當然這個例外 都可以流傳情谷 陳樹菊女士 我就用女士了 還不到先生的整集去征程他 還是有一般的征程就可以 陳樹菊女士 他其實他是一個菜飯而已 對不對 可是他是品而不見 建而不平的 有啊 地位不高的 當然你不能說 建而不平的 比如說 像蓋幫幫主啊 像蓋幫幫主啊 對不對蓋幫幫主這種 就是建而不平 就是建而不平 蓋 起蓋當然是很建的 可是他是幫主 還有黃金什麼打狗棒 當然這可能是傳說啦 這要分清楚 不一定 那我們講一些歷史上的東西 古典的就可以了 幫主 蓋幫 幫主可能是要一般的詞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他這個到底是 所以怎麼會這些詞彙都沒有 好像富而不貴的 如戴茶主 那個 史記獲值列傳 歷史記獲值列傳 那這個是史記獲值列傳 禮盒記載 那當然有平且見的 也有平且見的 我們舉例子 又平又地位又見 比如說蓋 起蓋就是平且見 平是講財富 財產 我們不講財富我們講財產 比如說有些是產條 現錢並不多 可是他產業很大 財產 你要知道 這叫貴賤是講地位 那當然你要注意七星大法 原來貴賤你看他都是有寶貝 他都是講財富的 你看財也有寶貝嘛對不對 自行結過你的 那原來都是講財 後來七星大法表哥願意推出去 升出去升表哥講成身份不再講財富 財產財富 財產 好再來 財產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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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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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上課我都跟同學聊過 你現在讀書 一個終點 休息十分鐘 就是 配合他的 沿著嗎?沿著什麼?沿著他才幹受於他 該得的指揮應該是這樣 用人為財 這就是銀 不是尊子限於男女性愛上用銀而已 銀就是過分 所以讓月陽樓裡頭有銀與非非連夜不拍 不要他有換部首我們就不管他 銀與也是下得太多的銀 都是有超過過分 然後 我們現在講太超過 在字不折 這我們就不做連結了 看一下 應該不用放口頭上講 要注意這個是解讀 當然要分那麼細 那你們答案給我的時候要高分 一定要這樣才可能高分 你說富貴的人能夠知道去耗禮 有一個重要的還沒講 最重要的是耗 我們就不踩同學那個說法 耗是喜耗 這是科學 語言的讀法對不對 齊心大法教我們要怎麼樣 文學語言呢 讀法就會變怎樣 講究 重視 還有什麼 在乎 學習 懂得 精通 對不對 鹹熟 都可以 這跟前面我們好像哪裡也碰過類似 齊心大法之後 不可不學 對不對 就像前文談過的學這個字 這裡有 學這裡有嗎 這裡的 好 動詞 就好像前文的學 就好像前文的學類似 自己看一下 我們做連結去參考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複習我們前面的那個慈禁熟 科學讀法是 學習 其實就是懂得嘛 精通 是不是一樣 你知道嗎 所以富貴人 而能夠去 而是而且 是說 能夠去吃 能夠去吃 好理 則治不覺 不覺不飲 不會驕傲 他知道分寸 因為 自卑而尊人 所以不教 對不對 那知道分寸 所以不會太過分 謹守禮節 所以叫禮節節度 那知道分寸 沒有節度 沒有節度 連節度這個詞都沒有 節度時間 古典還用得到 不能有分寸 不會超 沒有節度 不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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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自卑而尊人 沒有節度 叫禮 搞清楚 不驕傲不驚 不驕傲不驚 因為他會自卑而尊人 自卑讓人不會驕傲 然後憑見而知耗禮 憑見 憑見的人 或者憑而不驚 見而不驚 或憑且見的人 卻還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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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能夠 知道卻 喜好 愛好 專注懂得 瞭解 理 那麼 折就是那麼 那麼 自久 折是不是剛後面有了當舊啊 就這樣 就這樣 就 來自不擇 自不擇 來很好 要說明 沒有生字 而且又隔那麼遠 是 是什麼 碰到 找對措施 先問憑見 對不對 在這個憑見前面忘記講 對不對 他也是憑見者的意思 富貴 憑見啊 他也是憑見者 憑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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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夠清楚了 沒有一個給你漏了 馬虎了 那憑見者的字 就不會疑 憑見者 請問憑見者的字 就不折 這個當然是 這個字嘛 這一定是 智慧詞彙能力的嘛 所以課本 這時候當然你可以參考那個注釋 那我們這裡就不推他為什麼念折了 可能是入生字 所以聲音變化會那麼大 可是他平民右邊是 捏小倩的捏 他也可以念射嘛 皮手房怎麼聲音差那麼多 射和折聲音還比較近對不對 像捏字 就差很多了 可以專家去研究 你有興趣當然就 那折就是有害怕 恢復 就是被正折 單字想過的詞可以想到什麼 正折 現在白話還常常講 被正折住 被正折住的意思 你不信你去查白話 被人家正折住 就好像被人家收射住 被嚇到被人家控制 你一人就被正折住對不對 這個白話還在用啊 有有有 我在跟你們公購 所以正折就是會被嚇到 那什麼嚇到 因為貧賤的人他有自卑版 對不對 那他假如有理的話 他就知道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這兩個 包公可能還好 他家裡原來好像做官 范宗淵原來家很窮啊 這就是一個代表嗎 他出生就是貧賤 對不對 可是他自不窮 所謂 人窮自不 對不對 還有英雄凝勇總撲 對不對 還有英雄凝勇總撲 還有英雄凝勇總撲 英雄不怕 出生低嘛 英雄凝勇總撲 英雄凝勇總撲好像是相女才留幫我畫 我看一下 這就是自不窮嗎 這就是自不窮 這就是自不窮 人小志氣高 具體表現 比如說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韓信 不要搂取宋曹人 畫一下自不窮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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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廟堂之高 則有其名 等一下這個來了 畫面又得重來 這個 手機直播到我們暫停一下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致不折如犯仲淹 你看我這還捨不得關 犯了小犯老子 剛剛才講的 銀與飛飛連夜不開月亮邏輯 銀與飛飛連夜不開月亮邏輯 既然都到這兒我們就補一下吧 前面的銀 可以跑成什麼事 既然都到這兒 雨量下了都不應付 連夜哭開 那再來這個儒先天 不是先天啊要用 那這個還不如用這一句求 舉妙康至上則幽其名 這個就是平建 江湖還有退就是建 南不一定是平啊 退了就退潮了 你就可以知道他自有沒有 他如果自窮的話那怎麼會與歸呢 無誰與歸 你以為私人無誰與歸 怎麼誰與歸呢 歸與誰啦 與誰歸啦 就是無誰與歸 道莊句很明顯就是為了強調無 不是為了強調誰 對不起 所以無歸與誰 那你只要上順著文法 我歸或者我與誰歸 我和誰歸影山林或者歸到同一個地方去 就是我跟誰走在一起 這樣的話這個誰都放到後面去 無與誰歸或者無歸與誰 無歸與誰還放到最後面 所以他為了強調誰才拉到前面 那當然跨下之路的韓性更是啦 這時候是非常他也是平 極平見 因為他一犯之報 對不對 那個一犯之報 那他們就是知道理嘛 喜歡好理 你看 所以你這發現 這裏還包括什麼 學習 對不對 科學語言那個理不是光 由韓性的故事還可以知道 理怎麼樣 可是你看喔 韓性富貴之後怎麼樣 他卻不耗理 所以他交引就被漢高載了 當然有人為韓性報區 是不是 要注意這一點 他是平見的時候可以做效法 這位例證 可是 一犯之德 一犯之德是 蔡澤 不是韓性 不是韓性 那那個韓性是嫖母 那那個韓性是嫖母 我記得是嫖母 就是 洗衣服的一個母親 是嫖母 嫖母 是嫖母之慧 嫖母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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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不會吃點瓢母 瓢應該就是 洗衣服 瓢瓢母 因為兩個都三聲是像總統一樣 所以第一個會唸成二聲 他要唸三聲嘛 朱母瓢也與母見性基 靜瓢數十日 白雲紅爽 瓢母 兩個都三聲,所以第一個一定要變瓢 你唸不出來瓢母,沒有人會這樣唸 沒有人會唸總統 一定是總變二聲 瓢變二聲母 這是兩個三聲 也是聲音變化的關係 所以你以為這是什麼聲韻學才有啊 你生活都在變 你說為什麼要亂變,變來變去 女自己都要變,不得不嘛 因為我們發音結構就是這樣 你能怎麼辦 對啊 對啊 有些音發不出來或習慣上就好像英文也是student 那時候學老實在說 那個student的那個d不要發那麼明顯 像美國人 他都覺得你不夠道理 你要student student 不要d的那個d的音 你看就是這樣 他覺得發那麼用力的d的音太累了嘛 舌頭也累 習慣上也不順 所以跟語言結構跟那個都有關系 受袍母之恩 韓信 那那時候他自不嫖 自不責 自責的話就完了嘛 受誇下之入 嫖母之恩 韓信 韓信 出生 即是評鑑 范宗淹的出生是很評鑑 范宗淹我們看一下他本傳 送死的話 范宗淹傳 因為他這個送死可能點教本還沒 超過那個版權的那個 死線所以可能沒有點教本 看一看 看五音電本就可以 我就看 嗜庫全書會要的本 這可能也不錯 再不行再看 嗜庫全書 那其實這個送死新編之類的 也可以參考 那他這個 哎 他應該會有四不重看的啊 就是 2040吧 2040 五音電2040 奇怪他怎麼可能沒有 四不 四不重看的 2040 這通常不是送少啦看到就給他 改一下 人中書又成像總裁 托托 仁秀 本級第1 太祖第1 是不是 這個分割 沒有分好 宋太祖 太普起見 立即 先不管他 斷句還怕單純 這裡錯了 必須要偏名 這些是需要 你到送死你查 犯中焉 犯中焉 犯中焉可能有很多 對啊就是怕這樣 犯中焉字 沒有 犯 中焉字 歐西拉已經不錯了 這應該就是 第1個認錯 歐西拉已經不錯了 雖然有錯誤律 變中樞 又成相 中財 托托 托托 領修 這不叫新郎 月傳第73 犯中焉 子純釉 他的兒子 犯純釉 純理 要空一個 純粹 這個廟 這個廟 犯中焉 兒子的名字純粹 因為那時候可能白話王還 不用純粹這個詞 我覺得太白話了 你看他兒子是犯純人 也是他兒子嘛 就可以 可以 獨立出來 可見他 幾個兒子就犯純人 最有成就 犯純人他的孫子是犯中焉的孫子 犯贈品 這裡要 犯中焉 智希文 唐宰相 原來他也是名門之後 犯女兵之後 可是太久之後都早就落寞了 齊仙兵州人 後喜 加江南 歲為蘇州無限人 中曰 二歲而故 如我們一樣 試一下這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這本文章道德 中國歷史也是數一數二的人 像那個印光大師 稱讚童子之後就他 你看他的子孫到現在還在 在他家鄉辦藝術啊 藝種啊 藝末啊藝學 喜家叫千禧嘛 千家就搬家 現在白話叫搬家 只不過用不一樣的動詞而已 於是 是 蘇州無限人 於是舊是 省了一個舊嘛 不回去的白話 於是成為 也可以於是成為了蘇州無限人 你看那個為跟我們前面講過 是有此 和 那個是不是的是這兩個意思 有時候併在一起 這也是啊 又有作為又有事 你說到底哪一個 就好像我們在前面不知道讀什麼 也是合在一起嘛 有這 有這也有得的一記者 有嗎 你在翻的時候可以把這 你的這和 那個的 兩個都翻進去 可是我們每次提到這個都提到捲鈍型那個問題 課本那個就不對 因為兩個的含義是不能含色的 豬在豬圈裡頭幹嘛捲鈍 那樣子 對不對 他可以快走可以慢走幹嘛又要快樂 就算有這種情形不是普遍現象 你不能合在一起 講解 尤其 更誇張的是你一下講成豬 一下就 講成豬 那就不單 捲鈍原來他是一個廉詞嘛 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連綿詞 有可能是類似這樣 他不能就像葡萄你不能分開來打 歐巴馬 像剛剛的川普先生有沒有合川普通 他要在一起才有意思 捲鈍也是一樣 那你如果單獨 形容捲鈍型 林詹梅地震歌那個 也許有新的同學不知道 也許查一下 理記 因為也是理記以頭 你查因為我們已經整理過了 你查我們那個軟原課本捲鈍 你已經 把 屯解釋成豬了 你就不能再 捲鈍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屯已經解釋成豬了怎麼可以捲鈍又徐步去行 那完全不行 你自己 我一時也講不清楚是什麼不行 雖然我自詩 已經有一些這個分析哲學 思想的方法 一時也講分析不清楚 所以這方面還是要去你去領會 你可以講得比我清楚更好嗎 你清楚一點 可是我想我應該表達得很明白 為什麼 這個就可以合起來 一個字有兩個意思 這裡就不行 因為這個字想要有第二個意思 它有跟卷在連在一起 可是他說豬卷你的豬 這個已經跟豬卷是兩回事了 雖然他豬卷你的豬可以合成一個 詞彙 可是他畢竟 跟卷頓這個兩個拼在一起才能構成一個詞彙 是不一樣 絕對是不行這樣 因為我們整理了嘛 所以他查得到 所以前面的辛苦都是值得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天道酬勤了 皇天不復苦行人 不會讓你擺作功 當然也許 萬一這個 資料毀了 往上毀了 那這是命嘛 沒什麼 捲斷行方 你看我們前面那個 實境秀也都可以 繼續 所以這裡很棒嘛 於是成為於是是 於是就是睡 你要講一個字就想睡或乃 對不對 我們學過乃也有於是的意思 所以你作文就會有很多字可以任你用啊 要用乃來睡 可是這兩個字義還是有差別 睡有點 成就我們說殺人未睡 你不能說殺人未奶 他有成就成為的意思 所以這裡翻成成為其實好像比較好 那乃的話他只是一個前因後果一個聯繫的 英國聯繫詞 就比較沒有那個 結果的那個成就 有點長調突出結果成就成為 除了無限人的感覺 只是把前後因果連在一起 如果用乃的話 你看一字 修辭 修辭 遣 遣字用字就知道了 像我們這裡捨不得觀的有沒有 很有名的修辭故事嘛 范仲淹的這個 銅鑼俊 言先生池塘記 他後面就是講的嘛 先生之風三高水狂 他原來是二字寫先生之德 你看 文學語言 科學語言對不對 先生你的德性 你的德性品德對不對 這科學語言你看七星大法在這裡還是 范仲淹沒有弄 他如果像我們七星大來練手 他也知道 你打草稿一定會先想到德 可是你如果德這是人文的 你看多好 人文的 你如果想到用自然的空間的風 去形容人文的這才叫文學語言 否則你人文的都講是人文 品德就用德來形容這叫科學語言 你要注意七星是流動不是自然的一定是科學語言 像他這裡風根本都不是風啊 品德怎麼會是自然 對不知道這不是自然風可是他這裡用的是文學語言 風的文學語言 反而是用自然空間的風來形容心理人格品格的狀態 對不對 當你繪這個你看七星大法一個幫你做 他這個歷史還是沒有偷這個原則 太厲害了我真的廢物色 只恨自己怎麼那麼大方 你看人家發明什麼 甚至發現什麼都 喔專利權 你看我們這樣跟 大方 我今天我七星九陽也可以不告訴你啊 我心裡 記的牢牢我運用 哇你也不知道我怎麼那麼厲害 講得出那麼多像我上課 我也可以跟同一 就像我之前提過一個陳文華教授 這個老師怎麼不拿資料可以講那麼多 結果我就把我跟妳講我 原來背後這兩套心法在一起做 就被人家善笑辱罵成那樣 對不對 你看迪卡上面還一個拍這個下去 給你看 對不對 還有這個石敬秀的解徒謝謝他幫我們做廣告 所以叫得道都要助手又逢源嘛 你只要走在正義大道上 真的哪裡都同不得了 佩服自己的遠見和那個開闊 先生之德三高水常就一字之差的改 我們剛剛也是討論這裡對不對 一字之差到底用碎用哪 這裡當然用碎比哪 看你要表達什麼 照他的文藝他有講 交代說這個 范仲淵他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說他是無線人 這裡用碎當然是有強調的意思 他成為無線人前面只是推延他的源流 所以這有強調 現在就變成蘇州無線人原來是北方的賓州人 你查一下賓州在哪 有嗎 陝西省 對不對 你看地圖也可以 這是 賓州現在改這個賓 奇怪 陝西省 他會有地圖嗎 中國在這裡 江蘇在這裡 怎麼渡過長江 他就有這個過程 這也當然用碎比較好 像剛剛先生之德三高水常 這當然就比較不是齊心大法 這完全是字義的邏輯的推敲 這就是硬碰硬所謂智慧能力 專業知識 實權大博 縱冤二歲而骨 母更事 你看他這個 歐西亞變質率已經很高了 他二歲的時候 孤的意思什麼意思 現在是孤兒怎麼有母親 你就知道孤根 我們現在想像孤兒好像父母都不在 那叫孤兒不一樣 孤專門是父子親死的叫孤 就可以叫孤了 母就更 你看我們前面 轉仇 林詹梅蒂正哥看我們之前十進冊 轉仇是叫更仇 更就是改 更事就是改嫁 你看白話文叫改嫁 嫁就是事 事是往的意思 往到別人家 另外的夫家 所以更 又改 事又嫁 母親改嫁 所以你看你懂了 什麼不是白話文 是不是像我們五輪共心上 我怎樣跟你講 管他白話文源 我們的Our story 都成了我的 白話文 就這兩套新塔 毫無常識的公園 不是寫在這 這兩套新塔 現在是關於這 對啊應該是剛剛那裡 有些管他白話文 都成為我們的 白話文 白了不都白話 你就知道更事 還多了一個詞 下次要寫文章文雅一點 不要讓人家覺得 讀不懂或文白夾長 你不要講改嫁講更事 更文雅 而且你還有平靜 段仲淹用過這個詞 多好 更事 對不起 這不能鬥 那個 因為後面有壽子 改嫁給 常山 諸氏 然後就重啟 常山是籍貫 所以他原來是無限人 又變成常山人 而且 改嫁之後就 隨著他母親嫁到的那個姓 諸人家就叫諸仲淹 從其姓 然後明月 還不是諸仲淹 諸月 不是諸說 當明詞 明詞的時候通常念月 像富月 這個很有名的 商朝的宰相 商代 夏商周三代 那個商代 富月 少有志 你看 我們花時間值得吧 剛好就是志 志不折 對不對 少有志超 超性 成績 然後超 超辭 品格 志氣有超辭 記長 記長就已經長大了已經成立了 獨立了 知其 世家 應該是家世吧 知其世家 奇怪 懷疑是 導致 通常是寫家世 其實文言文也是釋迦 我去表面 釋迦會跟史記釋迦列傳 釋迦列傳本記釋迦混 也可以說 西齊是家世 然後 家庭的歷史 於是這個乃是於是意思 於是 就是這個乃 異體字 不是異體啊 就是相通字 讀音也一樣 字義也差不多 可是這個字義 跟這個字義可能有 他應該不是完全 異體字 那 你看 甚至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為了避免同路這裏解 所以這裏解難 乃敢氣 慈母 去之 知道他的家世於是就怎樣 很 感觸 百感交集的感 流眼淚 辭別他的母親 離開了 哪裡 在名詞 朱家 離開 離去的去 然後 印天 去之印天府17 我又斷錯 我這裡怎麼藏 斷錯 同文 17同文學化 印天府1 七同文 難怪他跟姓七的 我之前自己讀他文章 好像在月陽樓記那裡 好像南京的那個 書院 好像那個就叫七同文 學 去跟他學 依靠 七先生 姓七名同文的先生學 讀書 哭了 你看剛好我們禮記這裡說有學 人不能不學禮 禮不可不學 來這裡講一下於是 百感交集的哭啊 然後跟姆金 辭別了 應該是辭姆去 乃敢氣辭姆去 知印天府 知就是 宋孟浩然 宋 孟浩然之廣言的詩 所以剛會斷錯 也不怪啦 因為這比較罕見 知做動作 知印天府 走到了印天府 這就南京了 難怪他有南京 書院記 你們信 最近看 對嗎就這個嘛 就剛好先分之德三高 哇嚇死你啊 我沒有作病 說冥冥之中 你看 因為我查過那時候就讀有一點不懂 你看七宮同文有沒有 黃宋 黃宋 闢天下 建太平 公皆日月 折住和漢 你看日月和和漢 我們學過和漢 銀漢調好 暗多銀漢就和漢 這是天上 表示這個 功德是可以上比 與天 等高 其高的 像天一樣高 講黃宋他們 宋國的功德 宋長 那金閣成績這個打仗的氣劇就激了很多灰塵 玄宋風部 大家都開始讀書了 黃宋就 言武修文 哪有 於是 你看剛才講 於是有雖陽先生 鄭李布施 雖陽先生 他老師嘛 就七同文 你看他怎麼稱呼他老師 鄭李布施 正大概就是他死後 朝廷在追政 不是他做過這個官 七宮同文 你看陳達老師叫七宮同文 這應該是一個名字 那他怎麼可以稱老師名諱 因為他這裡是做一個記 那別人不知道 你看七同文 是我找過來這樣 姓七名 喔對不起 所以 七同文 元 義字同文 名和字是同一個 對不對 你看 志同文 呵呵呵 七同文 志同文 他也不是以字形 他是范仲淹的老師 其他同文 以必於 秋元教育為樂 門弟子 是由文行而靜者 自顧兵部四郎 你看門弟子包括范仲淹他 由文行一定他也是文行嘛 文章和品性 或者文章的成就也可以啦 這最好是文章和品性不要光只會寫文章 對不對 世人無性 這樣也不行 世人沒有品 而靜 靜當然 前面靜一憂退一憂對不對 靜生道場都挺貴嘛富貴 自從兵部 顧就是王顧了 死掉 顧兵部四郎 許功鄉 和下凡若干人 包括他先生 方仲淹 凡若干人 先生之事 顧他的孩子 他的後世是怎麼樣 顧獨干人也過世 哎呦嚇死你 你看 這我整理了嘛 不信還有誰整理 南京書願提 南京就應天府嘛 後來這個 明朝就是定都應天府 就所謂的南京 你看都是順手針 喔這是早期的 這不知道誰我們認識的 他一定 根的改的不多 對不對 順手針 這個什麼都沒有提供 只有我這個人比較 當一回事 大家都喜歡做利民人 北依妻同文學 咒夜不黛 學什麼包括學禮 所以他自不黛 自不折 咒夜不懈戴 冬月 貝聖 疲憊 你看單字想不知就倒了嘛 現在疲憊還不用那個貝 貝聖就非常疲憊嘛 要倒去從屬先讀聖 白話沒有說 也有 疲憊非常也有這樣用 對不對 後衛修士也有 以水握面 就洗臉 你看 我們說臉面 給你一些 給你臉不要臉 臉面 握是洗 握面就洗臉 白話文嗎 唉 時不擠 冬月很累的時候 就用水 洗臉 要注意這裡用水洗臉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拜託是冬天 水冰不冰 懂嗎 是這樣 用那個帶回二座 寫作 講的那個背景來襯托 這種對比 怎樣刻苦耐了 那食不擠就是 人家說目不暇擠就是接續不上 對不對 食物人家說斷摧 沒得吃了 然後 字到了用 什麼承諾 這個就到了 到了用 彌州記之 彌州就是很稀的這個稀飯 彌你看現在 台語還在說末就是這個字 你不信 他是米字嘛 我們查台詞 這一堂課又給你讀一下宋斯 當然不可能讀完啦 就看他 原來評鑑的時候 拜託不要做不講話 我就故意用這個做標籤 太多不講話 末 末 末就這個字沒出來 有邊讀不邊讀上面的麻 麻跟台語的眉是雙生子 他也知道應該就這個字 人家會找到台語的漢字或本字 他就是這樣 用生運學 聲音變化原理 我們九王神功第3個招 聲音變化關係去推的嘛 像警察找線索去追案子 這檢察官檢調體系 司法體系有一個 名詞叫什麼 順藤摸瓜 你看真的 有一個叫順曼摸瓜 順著藤去摸瓜 磅暗 我身上說什麼磅阿扁暗 那時候還學到他們常用這個成語 再來 自以弥舟祭之 接的赤 接就是祭 人不能堪 人受不了 受 不能 受得了 就是堪字 堪就是能 不能能 講不通 所以可以翻成忍受 然後人不能堪 仲淹不哭也 你看喔這句話 他被範仲淹有多推崇 你知道嗎 這句話跟 最有名的 一單事一瓢影 在漏相 孔子對 緣迴最有名的稱道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 他其實這裡是模仿這裡的說法 人不堪其憂 人不能堪 堪還同用一個字 不改其樂 不苦就會樂 不苦相反不就樂 仲淹不以為苦 不苦也 舉進士 地 惟廣德軍 私禮 參軍 迎其母歸樣 改吉勳 改就是 原來做這個官後來就改 換另外一個官 示範的履歷表 做官的履歷 改吉勳 注意這個軍不是軍隊啊 軍就好像州 因為那時候 宋朝叫 陸府州軍縣制 軍艦縣 這是宋朝的六級 六級行政區 陸府州軍艦 最小的是縣 就到此為止 這就是他什麼 平見的時候 然後等到他發達 引起母歸樣 侍奉他 奉治他 你看這樣多好 幫他整理 自己 也方便也清楚 這裡還是幫他整一下 怎麼會變這樣 看了就不順 幫你比較機構 送死卷 哇 三拜 十三 元宗書 又丞相 仲裁 拖拖等修 列傳第七十 復辟 哇這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這是前後這一段 這附近都是宋朝最流的 有名的人人君子 了不起 這國家教育很重要 我們台灣為什麼交成這樣你就知道 你自己說是不是 你自己說是不是 復辟子 少廷 你光看宋朝跟我們台灣現在交出來的是什麼官 什麼樣的文革 怎麼樣的價值觀 文彥博 因為他是這個彥博嘛 還是尊重他 異體制 怕到時候找不到 因為他那個搜尋可能不能不接受異體 可是假如我們用這個 Google的搜尋的話 可能就可以 是彥博 彥都是這個異體制的彥 何難人 像我們現在找文彥博吧 宋史尼達文彥博 喔那麼多 難道他有接受異體制嗎 真的耶 哇太厲害了 可是這樣假如我不要異體制反而還區別不出來 好吧那就沒差 還是 他會給我改 因為他有時候會 把你辛苦做的 沒有啊 還是這個也 哇 哇 你看我現在 我 我打這個正體制的彥博就 找不到 可是剛剛那個 找出來的都是 我用那個彥博找出來的都是 好 OK 那就 剛好這一小段 這個可以做我們教材 好 這是月亮樓記 你看 送死泛中名狀 嗯 這個必須要那麼大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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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他 對不對 死不死 這是不是他 劍的時候 平又平又減 對不對 少有自操 絕對不是少有啊 年少的時候 那我們不要操 因為本科只有字 對不對 你看 是不是這就是標準的字不折 這就是字不折嗎 對不對 那這個七同文我們就 用這個 很棒 那下面剛好有一條線 啊很棒 那這個 也不用那麼大字 因為大字主要是 你們實境秀的時候在手機上好看 完了就不要那麼佔篇幅 好接下來 這樣字不折就完全了解了吧 不要那麼深說 字不折 主要是難在折 這只是生字 所以平靜而字號 你就知道那韓信我們就不舉例了 因為韓信下場不好 嗯 半鐘淵是完人 所以為什麼說是完人 完美的嘛 沒有缺陷 那韓信是有缺陷 啊 他不是 商業的 詞彙我們不常用 嘎入 不搞上 刪掉就好 麥克阿瑟也是一個了不起 好 那些分 隨便看就看到一些奇怪 尤其四字成語 完稅價格有時候會講完稅價 不需要 還不如打個完稅 不一定有完稅價格卻沒有完稅 對啊 有啊 為什麼會東 沒有選這個 這表示 找完了他會從頭找 好接下來 凡為人子 這裡 太好了又是重點 有些班旗就上到這裡 這要一起讀 因為上下旺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分開 一起讀壞壞 那個缺點就是內容會太長 按F4就重做上一個動作 凡為人子之力 舉凡 大凡 大凡 當然是想不是舉凡 只要 大凡也可以 只要是 或者凡是 凡有一個蓋瓜 的意思 這也可以查詞典 因為我現在以前這些我都會略過一筆帶過 發現真的太高估現在大學生的程度我真的被嚇到你們到底是 尤其現在科剛一直改喔 都很難找到 蓋瓜之實 凡是有生命 為人子之力 凡為人子 注意這個是考斷句 第一個就考你斷句 小王成功第一招斷句 要斷成 凡 為人子 之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是為人子 單字享富詞沒想到什麼生活都在用 這算單字享富詞 為人子女 所以是 所以怎麼樣 是作為的為 對不對 所以這一句話就是 擺為人子之力 只要是 作為人家的 孩子 啊 啊 這個比較難翻 因為白話好像沒有這個文法 凡 為人子 的 禮節 只要 也不能說只要 凡為人子之力 這時候 這反而有點要倒序重組比較對 作為 人家的孩子的禮節 都是要怎麼樣 都是要就是這個凡 反而這個也不是翻成舉凡 你如果照他自己舉凡來翻法 翻成句子吧 都是要做到下面 有沒有 你可以偶爾試試看 只要是 作為人家的孩子 這應該是天之還原 一定要這樣 真的沒辦法 啊 所以為什麼叫天之還原 你看沒辦法 你不天 白話文講不過去 碰到了水溝了 斷層了 掛不過去怎麼辦 斷層就是這個啊 這空缺啊 一定要天除非你不天可以翻得好 否則你就要像我剛剛那樣 反而把凡 翻成兜 放在後面 作為人子的禮節都要做到下面 這樣 那你還是天的都要做到下面這些啊 點點點 後面就講哪些 所以這 要做到 只要是作為人家的孩子就要 符合 我的達到 下面 的禮節要求 字面 字是的 可是很奇怪嗎 你應該說下面禮節的要求會比較好 我們這裡也加 他們都是天之還原 你才知道 第一個得可以省略掉 他其實在白話文化下 要達到下列禮節的要求 其實他原來是 要達到下列的禮節的要求 可是第一個得可以省略不要那麼多得 對不對 只要是作為人家的孩子就要符合 要達到下列 的 對 沒錯 哇我還真厲害 你真的要文白對照就得這樣 當然也許你的答案比我更好 可是 我們是對的就對了 也許不是好的 就是這樣 你不天沒辦法 白話文 這時候才要天 不知道我要天什麼天 懂不懂 為人子 真的是沒問題 作為人家的孩子 為是作為 這我們就不分格 表一下你就知道 只要是 第1點是什麼 1是 東翁而下敬 對不對 2是 3是再醜一部分 1東翁而下敬 2成婚而敵 3再醜一不勝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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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說原則好像不太對 這是一種要求 要去做什麼 要求你去做什麼 邀請你做什麼 要 要你去做什麼 好所以接下來就是什麼叫東翁 這個智慧能力 我以前不會那麼囉嗦的 現在都不敢 還是囉嗦一點 巨蜥迷移的 滴水盡量做到滴水不漏的 你們這樣再爛的話 怪誰 老師都做到這個 做到大學教書的這樣還要教成這樣 當小學生 當小學生的程度沒那麼差 沒那麼高 高中生 國中 東馬國中 來了 這個是第一個東翁而下進 這個都 做了標題就跟他做連結 也可以點兩下太好了 最重要的就是最後一個 東翁而下進 來了又來了 七星大法馬上頒出來用 文學語言 科學語 當然現在是科學嘛都是先小孩子同言同語 東 下 就是 冬天 什麼叫靠天 靠天吃飯 你看他那個詞彙的那個 順序 排得 很好玩 你看 這是一大堆怪詞 城根吹集 好像是一個 木群是什麼 前面才講宋朝新文言武 就是 你看他眼還把 人字旁 你看 自行結構第三招行政長官這個也不常有 樹葉肥蟹常有 絲葉肥解 你看這也是行動 自行結構啊 千變萬整 你就知道相對位置 整是變嘛 整有變的意思 找完 千狀萬態 千變萬化還有 堅文武 堅武 秉文堅武 整有改變的意思 蠻好奇 對不起 這實境秀給你看我怎麼做學問嘛 你也是啊 遙控到 馬上自己還不足的 對不對 馬上去補出 有轉動當然就轉就轉變了 對不對會轉動 他應該有變的意思 真的 他原來是從轉嘛跟車輪可能有關 轉動好像心裡在那攪動 可能是這樣說會整有痛的意思 原來是 七星大法又來了 物質東西的 對不對 行動心裡的 狀態 七星大法表哥眼裡就是這樣伸出表哥的嘛 表哥就是這樣越長越多 好這個可以了 連接也付了 有沒有 那這個剛剛我們搞半天有沒有給他改 沒有看到那個靠天是可以留 風迷是風迷雲勇 毀迷不振 腿迷不振 腿迷還比較常用 腿彈是要 風迷是還可以 後悔無期後悔末期 葉以外無告出來了 你看習慣的罐他也變 有沒有 連蘇星旁也給你拿掉 赤格好像是格子茶飯 這個是 反文念文 古代歷史才會 冬孤 冬孤很少在用 一輩子不知道可以 需要打 打到幾次 赤族也是 赤族不是 赤族而已 比亞獨立如年 四、五年也是嗎?看待一天好像一年那麼長 是就看待嗎?看,是不就看嗎?看就看待,但是想不成 待會二者也知道是看待,不是看風景 朗月還好 這也不常用神清古修喪 掛那麼多職業,不知道跟 俘魯 豆俘魯 冥建成 冬夏就冬天夏天,對不起 然後呢,如果是文學語言 就是什麼 如 春 秋 一年到頭 都怎樣 過了幾個春秋 甚至 是不是還有一個詞叫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只用秋就錶一年 這個錶注意 真好 所以錶個原理的錶,原來 是不是就是 哈哈哈哈 哇,你看我今天才領悟 你看 我們是好玩取表格原理 那歌你可以讓語尾住的,他其實就表原理 用什麼東西來表達什麼 多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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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大佛 所以呢 東溫河下進 在這個鏡要順便講 又來了表面上 還是表 表面上看來 不要那麼大 夏天清涼它 這是一年到頭 都要怎麼樣 給它溫暖 漢子嗎 一年到頭都要 照顧好 它的 起居 生活 不是指示 溫 和 對不對 這才是真正它要表達 指示 取 溫 和 敬 來怎麼樣 代表 又來了 為人子女 該做的事 用來又來了 借代一切該做 借代又出現了 代表 表哥原理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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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注意表 他到底表是什麼 哇 你看我又進一層了 以前沒想到這個 你們只會恥笑我的 你怎麼會有我今天這一番 小物 動物 那溫漢靜不用講 一般一定都給你注視溫什麼 幫他溫良喜啊 溫被子啊 靜啊 這個我就不扯了 大家都會了 我們就講人家不講的 不提的 靜是涼 這個靜倒是可以講 是什麼 我已經開四個了 靜 自行結構兼因意 自行結構換部首 這個同學 貢獻的 我兒子 他們想到這個靜 他另外一個想到什麼靜 我都忘記了 還有一個我忘了 他想到三個 還有一個是靜 有邊讀邊讀 有邊讀邊讀 左邊 左邊 這個是有邊讀邊讀 右邊 對不對 都是念青 所以這個字念靜 就 幫助記憶 幫助記憶 他念靜 前面我們講過這個靜 靜女 詩經靜女 這個是指漂亮 美麗的孩子 就是廣東話不念靜 叫 念靜 很奇怪 那你有沒有覺得奇怪 我懂了他就是什麼 你看那個靜跟靜 那個生母差太多了 應該不會變化成這樣 除非念錯 除非念錯 乙兒傳兒 可是 硬跟靜我們講過 恩跟昂的關係 有沒有 看一下 這個可能會有廣東音 他會有粵語 要他粵語他有沒有 下面 你看 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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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靜 不是靜 那為什麼說是靜 奇怪 月雲是靜 靜 靜 我記得現在廣東人都靜 靜 還是他們 用假戒字 不是這個字 那這個字是美麗的意思 你看 靜是寒冷 當然這裏不是寒冷 他是把他 就是前面這裏擠的 東溫下靜 他其實是省略的鵝而已 東溫鵝下靜 東溫鵝下靜 所以你就知道連接詞果然是可以 省略了 省略連接詞而已 鵝嘛 東溫鵝下靜 可見這兩個是 動詞別忘了 7找對主詞 先抓動詞 溫和靜是動詞 也是使溫 使靜 使什麼溫 使什麼靜 馬上先抓動詞 完了要什麼 找對主詞 使什麼溫 使什麼靜 使父母溫 靜 使 起居 我們就講起居 的用品溫靜 是不是都可以 沒有說一定是誰溫靜 找對主詞 很重要 找對主詞 東溫下靜 你就看詞典 解釋很清楚 你看他為溫 父母溫暖背入 所以兩個都有嘛 為他溫暖背入 背入不是被溫暖 背入被溫暖的父母 是不是也溫暖 再來七星大法 還是七星大法 生理溫暖 溫暖 溫暖 涼快樂 心理呢 也是吧 一定會 你看我們現在還有納涼 七星大法 有什麼 有生理的 有心理的 偷懶納涼 摸影 對不對 現在都說納涼 你好涼 你好涼 對不對 好涼啊 你好涼 好涼 你看原來也是生理的 跟七星理的 是不是叫龍 你看有七星加持 你是不是想得很周全很周到 哦 周到我今天錯錯了 周到是這個到 哈哈 跟周到 周朝的道理當然錯 要注意哈 像也是要改三筆 這樣三碼就可以打出來了 常打這個字 不但 不但 生理 舒適 心理也要溫暖 不但物質好 精神生活也要怎樣 對不對 也要好 對不對 不能光講就物質 現在人就是都是物質化 物質主義 講是不是東文下了進 就完全懂 語本 你看那個本就動詞啊 我們前面不是讀那個禮記住在斷錯句 啊 這句話是出自 本於 可是他這個本當然不是追究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轉不過來 防偽認知對不對 再來 靜也OK啦 這是幫助記憶啦 靜他說寒冷不對啦 清涼 寒冷不好 這個 可是我這個是注記 我們注印總是以國也十點為標準 那我們給你附一下 他這個靜的這個 和以大十點的 你看靜原來是 昭也還不是漂亮 我們那個靜還沒有加 這靜怎麼知道嗎 靜康齒 靜難之意 這有平定的意思 我們這一刻還要用到平 等一下就要用到平 最後一句再抽一 不是 平定 可是這一刻是用不到平定 你看靜女就是漂亮嗎 靜美麗 沉靜 靜女就是美麗的女子 你看粵語吧 稱漂亮的女子 這詩經的偏名 到現在 都還留著 可是詩經不用那個靜 換布手 換手 對 換布手 他用箭 他用針 可是針當然不是現在的布手 詩經是這個靜女 靜女其書 就像我們前面常提到 閩南語台灣話 留了很多古人的東西 前面是學有 對不對 有水 有嗎 有吉 有水 有阿娜 那個是台語保留的 你看有那個 金鑽事實上書 什麼裡頭都有 對不對 就是一樣我們這一刻 這次的喜事領袖 就好像上一集而已 王隱之的金鑽事實 這些現在變成廣東話 保留的古人 詩經裡頭靜女 舉止安詳 所以這個詳講過 人墨水很多 很豐富 自然儀態就會很穩重 不是吉詳 他這個是講的是穩重平穩 如如不動這樣 很威嚴 很莊重的樣子 不是那個 那這個字 你看靜女其書就是 漂亮女孩子啊 真是太美 那真是太美 其也是語著詞而已 有形容美到不行 書是美女 所以女孩子都會用那個書當名字嘛 希望她美 女孩都漂亮 看到沒有 其實這個靜女就是這個靜女 廣東話保留的 廣東話保留的 好這樣給你們 另外還有一個 漢語大詞典的靜 因為她這個靜 過語詞典說只有寒冷 不對嘛 寒冷太過頭了 媽媽感到寒冷 爸媽媽不通嘛 涼快嘛 夏天的時候 也對啊寒啊 有時候冷氣吹得超冷 夏天當然希望冷一點最好 也有吹到冷氣 吹到老尾去 涼、清涼比較對 清涼正面寒冷已經負面 不對 寒冷比較好 你看清的背通假字 就是涼 清涼 所以根本漢語大詞 詞典不承認這句這個字是獨立的字 它根本只是一個通假字 對不對 少一點而已嘛 也是有道理 我本來也懷疑 對不對 所以夏不清 你看大陸是念慶 慶良 對不對 大陸念慶不念靜 我們台灣念慶 我們台灣念慶 這個漢語拼音是念慶 他是Q開頭 Q是漢語拼音是慶 七 慶 涼的 背通假字 我覺得有 大陸是念這個音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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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的這個是漢語大詞典 我們看的這個是漢語大詞典 漢語大詞典 下面有個字還蠻方便 辨識 慶就跟那個慶良很像 他跟我們老師一樣都會 黃老師喜歡用那個滾 那其實這個滾 這個是錯的 怎麼變IPC 這都是可以用這個 我們在這裡 呵呵 他只是生母改掉嘛 所以改成 黃老師喜歡用這個滾 那個了嗎 對不對 所以有慶良慶良 現在喝這個 汽水怎麼夏天需要慶良 慶良 哦 所以慶不是糧耶 它是進入 慶良是這個糧 慶寒是透出糧意 慶良入骨 它有 它本身 水 它可能是會一間行生吧 水的涼度 水的溫度 跑到了心裡頭 這個心當然是 不是心臟 跑到心臟裡頭就死了 對不對 心是應該是感覺上的心 就是 心裡上的心 七星大法又來了 啊 這已經有了 又來了 銅禮嗎 混 只讀成了科學語言 忘了文學語言 可能有個異行 是不是 波富給不常用 異行我比較常用 可能我自己天的詞 所以怎麼反而排在後面 有個異行 怎麼會是古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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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錯啊 啊 你看你這樣肯用功一回生二回熟 你一定就會慢慢開窍 開悟 很簡單科學語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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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對位置相關之意 沉昏而 昏定爾成型 不是成婚而定型 他一直以為是 婚定而成型 黃昏的時候就晚上的時候 這都很科學的語言 再文學化一點是不是就晚上 在文武學化一點 婚原來是 黃昏 黃昏就是什麼 晚上 對不對 晚上就是什麼 半天 半天就是什麼 全天 整天 那整天就是什麼 天天 天天就是什麼 年年 年年 我的快沒辦法也好啦交不願嘛 你就不知道現在人程度怎麼樣子也只能這樣啊 年年就歲歲年年嘛 年年歲月歲歲年年就是什麼 終身 一輩子嘛 一輩子嘛 這應該就沒了 當然還可以 怎麼不能死了還孝順 還手禮 那一回事到死為止嘛 自死方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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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死方修 竟然沒有這個詞彙 你看那個方有才的意思是不是這個白話文的詞彙也在用 白話文在用這個詞彙 方舊爾才嘛 到死了才休息 然後 每天 你看每天在這 每天 黃昏的時候讓他定 早晨的時候讓他醒 對不對 這為什麼可以推晨半天 因為這跟晨嘛 對不對 另一半是晨 推出來的 另一半是晨 另一半鞭天 我們掌握文物半鞭天 早晨就不要扣白天嘛 講好玩吼 你看哪個人國以的 啊 這是晚上黑夜 這腦袋怎麼會死呢 這次都不講那個 啊 注意這個是誰給我們的恩賜 七星千生啊 七星爺啊 周星馳叫星爺嘛 周星馳叫星爺 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叫星爺啊 七星大白有美叫他星爺 哈哈 你看真的有學問的啊 你真的學活不死 死斑斑斑木氣沉沉這樣 你看木氣沉沉一臉 一臉恨秋 老氣恨秋 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學生不就這樣 讀上個國文課 老氣恨秋 老氣恨秋 學成這樣 你看我們學的是 那麼活潑 那麼調皮搗蛋 恨 恨還在恨秋 恨嗎 恨是蠻恨 恨是充滿 縱恨 星爺 星爺也老了 他演的電影是無敵的呀 為什麼叫他爺 他真的是一個鬼才 這可以做 這個生活化可以 啊 啊 只是我是覺得有點 因為我們有時候開玩笑常用到 這個比較個人化的詞庫 他的名氣還不注意 做一般的 星爺 因為從周星辭來 以後我們七星辣法也叫星爺 珍重他 沒有他加持我跟你講 你別以為我身手真多厲害就是他 我才能想到那麼多啊 對不對 黃昏的時候就定位 早常的時候去省茶 有安在想到安穩 安穩 在想到安穩 對 啊 安枉、安心嗎 安枉、安心嗎 生理到心理 又是齊心喇法 心也 又是心也 心也又來救我一把 所以不要都讀本科學 黃昏那時候讓父母 我這個 你看這個其實就成婚定型的 又是你看又有這個成語 所以這些成語 成婚定型 昏定成型 一般是做成婚定型 晚上服事就請 為什麼要安定 叫他安心睡 剩下的孩子來管 對不對 你心安嘛 安心去睡覺 剩下的孩子來操心 早上來看問父母 先是去醒茶 所以他念醒不是神 眼睛無關的會通 對不對 然後就是關心嘛 對不對 關心不顧 請安 問安是什麼 口在問 原來是眼睛在看 對不對 這變口你看口部 口在問 眼睛在看 看看 探看 探看父母有沒有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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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定成型 其實也是 圓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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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現在一般是用 成婚定型 成婚定型 這是什麼? 道具重組 來,又用到了收稅、繳稅 如果要生 那全力經你們都不准用 是不是道具重組 把婚定成型改成成婚定型 標一個顏色就知道 標一個字就知道原來在第2個字 他變成第4個字 我們標動詞就好,因為動詞是句子的靈魂 因為動詞是句子的靈魂 先省略的連結詞 他意思其實就是 只要是做人孩子的禮節都要做到以下三項 一個是 天氣冷的時候要注意父母有沒有穿暖火 天氣熱的時候要注意父母會不會中暑 會不會太熱 涼不涼 那這個生理的,大家要想到 有事情的時候 不要讓父母太操擾,讓他可以納涼 讓他可以摸魚 然後我們來代勞 有事弟子福氣勞 是的 你不相信 有事地址 是有史地址 如果有那個明倫月刊的是不錯 林秉蘭老師大善之士 我就打明倫 有 不是 這個是大篇的 我們就單篇就好 沒有 可能只有 多的 我相信他就不細看 不要說我老虧 泰老師 他是我師俗的泰老師 你看他是晉空 晉空之後也是我的 師俗老師 這是倫語為正片 也是文論 有 是個 第一則不細老 這個 我們就 這倫履有沒有什麽 這個不是要 所以色男那個講什麼也是精神和 對不對 所以應該我們整個要給他錄過來 是不是也是七星 有事弟子伏其勞 有酒是先生傳為政 真是以為孝夫 色男 色就是臉色就是心理 色就是心理 生理是 我們用比較次要 當然物質也很重要只是現在 我們反其道而行 色就是心理 色就是心理 層面 這是層面整體公泰觀 然後呢有事 弟子伏其勞這是物質 生理 所以他在說哪裡 是 竟然是 竟然是以為孝夫嗎 或者哪裡也可以 這真是有點強調 居然 此 以 就是 是以為孝夫可以讀成 以此為孝夫 以是為孝夫 那此因為 要強調 道莊 所以應該真以是為孝夫 真是以是孝夫 是還是齒雷一直在前面 這兩件事 當然也可以包括這個 假如你臉色很難看 很糟的話 其實好好物質的奉養 為什麼用 那這裡你看講為人子之理 假如你讀成科學語言 你就知道跟倫語也是違背 所以一定是 要 昏到心坎裡才對 成婚的定型也是不是光把床部擺好 黃昏的時候把他安定下來讓他好好睡 早上都去看看他就算了 一定要給他給來個愛個的抱抱或者怎麼樣問候關心一下 最後精彩的來 我們這一集可能就到此 再醜疑不爭 課本是這樣段 所以這個第一個就考你斷句了 對不對 我 是這裏 做法 我 我 再醜疑 我直接就連在一起不斷開也可以 等一下會跟你講位置 不斷它會跟另外一種說法就混在一起 課本是這樣段序我們看他怎麼因為我們上課已經有碰過了 所以我們直接看書誌 我這已經有自己的組件等一下會跟你講 所以我們這一次比較特別不會說先自己讀完了再看書誌 這個是第幾處 註約課本註約 你看這個到時候我們最後看那個 先瞄一下 所以我就說百年國文教育到底在教什麼 都是給你講答案 不跟你講怎麼讀 有沒有像我們剛一直強調七星大法表歌原 昏漢成是表時時刻刻 不是無時無刻啊 不是無時刻 所以 東 夏 成 婚 合起來 就是表什麼 你們搞不清楚無時無刻你乾脆就用時時刻刻就是你要用 不要在那 附庸風涼 時時刻刻 好不好拜託 是不是一年到頭時時刻刻 一年到尾也可以 時時刻刻 不要真的 早晨 那當然他 具體的講早上要做這件事是沒錯 可是你不要呆呆的就以為是這樣 講清楚一點 我會說同時時刻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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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獨呆了 這樣就獨呆了 人家說早上你就真的這樣 像小孩子一樣 但不能只在這樣的慈憶混慾裡頭 慈憶、慾 領慾裡頭去領會 這樣慈憶的介慾裡頭去領會 一定要突破出來 如果突破就是要有像七星大法這種素養 你不要用七星大法也可以就類似 反正你怎麼用也是類似這樣的方法 你不喜歡七星大法 你取另外一個名字 或是你發明一個 發現一個比我更圓滿的 Why not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你看 剛剛有感而發醉鼓那個 冬天則怎麼樣 對不對 我們先不看 日暮 你看日暮翻昏 他也不講 陳起向父母問安 日暮安起常 安是不是就安定 床鋪鋪好安好 然後定是安齊床鋪 他也沒講定就是安 所以要安定這個步子 都不講 給你一個答案叫你去背 如果講課的老師又不講解 你說這個國文教育怎麼會好 我們就是被這種教育教出來 被洗腦洗出來 來看看他 順利的話今天就可以圓滿 醜一不爭 與平輩相處不可發生爭執 以免父母當心 醜是重 乙是同輩 我用文言好不好 然則就是那麼 你們要學一下嗎 不要老是只會那麼 然則第一個意思就是如此則 如此就是然 懂不懂 像如此就像這樣則 再白話一點像 那麼 像這樣就是納馬 那種情形 或者像那種情形 折怎麼樣 像這樣則 如果像他這樣說法的話 然則 與平輩相處不可發生爭執 對啊 那為什麼醜又是重呢 你看他就是前後柱 柱是不一嘛 那為什麼重平輩 以右是平輩 那為什麼重平輩 到底什麼意思 哪有這樣 我們說語意 翻譯是很嚴格的 他的語意 只說是 平輩 照課本柱是 應該是 應該是 與意成 在 與眾人 平輩 對不對 相處 不可發生爭執嗎 才是 怎麼會只成了平輩 平輩不是 他自己說 平輩是同輩 對不對 同輩不就是平輩 搞這種混淆的那種 根本就不通嘛 在與眾人 平輩相處 對不對 我再用一次 然則如此 怎樣 就可以發生爭執嗎 不通嘛 為什麼是 在同輩相處 或者他要同輩 就同輩吧 根本就錯了 與 當然 可以 與 省略了 你不天我也解不懂 這是合法天之還原 除非有誰 比我們都高幹 對不對 不可發生爭執 我是這樣 我去看 想用 好 看 好 請 這個仇我還要講一下 我們學生他竟然還把那個古音標出來 仇和仇 古音也通 那儀呢 我這裏改成那個 凸顯九陽神功的厲害 就不肯用 就是因為堅韻翼才會有通假字的問題 為什麼說堅韻翼 注意這個 儀單字獎復仇 最簡單的 再來 一 再來 拜拜 他是同輩其實就平輩嘛 對不對 平心靜氣 對不對 這我上課都帶大家了 所以我這裡就不睡了 我們平常也常講 移都有平的意思 以前我們實境修一定也講過 我就不累積了 上課也已經交代 算了還是人心人厚 所以 所以不用了已經有那個符號所以在醜 你 就是什麼 在 你 人 我跟別人是不是同類 或者說人類啊 當然不會說是與人類相處 類當然不是別的類當然是人類還會跟誰 這講理又不是講 愛護動物大自然 是人與人之間互相 同類當然就是 所以他這個醜是類就是重的意思就是他這裡是重 沒錯 就是重 也是重 沒錯 同一類就很多人 一個集合 是一個人 啊 酬 古音有通 等下要 查那個運點網 學生竟然 把他古音都標出來 我怎麼能夠漏氣 上課沒時間 當然我輸你 現在當然要付啊 否則那個老師還不如學生 哈哈 哈哈 說人無輸心啊 說人無輸心啊 那就看嘛 有什麼聲音相通 他也擬音都給他弄出來 他不知道早什麼知道 我很好奇 有沒有擬音 醜的擬音是這個 上古 我們看上古 因為 禮記倫語這些都算上古 不是中國 是唐宋南北朝唐宋那一代 等一下 再來看 古音也通 我們用說的好了 他擬音跟人家 同學給的那個不一樣 沒關係我們複製過 等一下還是花點時間 先把這個解決 我開心視窗 不用開很多 五個 再關掉 在與人相處中 在什麼中 在什麼中是天之還原 對不對 喔不對 在於是在什麼中 對不對 真的是在與什麼中 因為這個語可以說天之還原 在的意思 在與人相處中 然後 然後 與人相處是醜嘛 中是 天之還原的嘛 他是一個磁組 一個騙女 疑不爭 這應該在前面 藥 藥當然也是天之還原 藥 心平氣和 不起爭執 不起爭執 不漢人爭執也可以 不漢 清平氣和 不漢人起爭執 這個不是不和 其實有時候也會念和 有漢的意思 在與人相處中 要 心平氣和 不起爭執 疑就是心平氣和 這樣才知道啊 對不對 疑就是平和 就是這個平和 瓶是瓶貝 瓶貝 瓶貝 想歪了嘛 所以才繞一圈 洛莉巴說的 所以我們這是 與類相處 醜是類嘛 就是與人相處 翻成人 就好像這個 醜是類 就好像 蘭廷積蓄裡頭有什麼 腐茶餅類之聖 對不對 他都是指那個東西 可是那裡當然不限於人類 就是所有的東西 那這裏是 這裏是 那裏是講萬 這裏是在講理嘛 當然 只限於人 人與人間的互動 才需要講理 帶回惡座嘛 你知道嗎 對錯問題 被惡座 你就知道為什麼 你這樣才不會覺得類翻成人 好像怪怪的 啊 不要用等於 他可以翻 啊 對啊 那裏是講萬年 這裏是在講理 當然只限於人 人與人間的互動才需要講理 在 與人相處中 互動裡頭 要心平靜 不和人其爭 疑不爭 疑且不爭嘛 疑不爭 等於 疑 且不爭 是不是也是省略 剛剛你看 是不是幫你預習好多了 是了 也是省略連接詞 疑而不爭嘛 你看很可怕齁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就 突然跑出來支援你了 是不是前面我們才花時間給你標這個額是省略連接詞啊 自己看前面 就是平而不爭啊 心平氣而而不去啊 要心平氣而不和人其爭 頓號就是有連接詞的功能 爸爸媽媽可以送去加個頓號就是爸爸和媽媽嘛 哥哥 不去平和不去爭執是不是也可以 加個兜號只讓你停一下 在與人相處中 這個還是指一個情境的副詞 這句話還沒講完 動詞還沒出現 動詞是這兩個 一而不爭 來詞性正好 一而不爭 懂了嗎 所以 他也可以不打這個 鬥號嗎 因為他是一句話 何必還要再鬥號 鬥號只是讓你比較釐清這個句 比較清楚這個鬥號不是 我們中文的鬥號有時候是一個句子 這裡不是一個句子 在與眾人相處中 這句話沒講完 與眾人相處中 在什麼中是講情境嗎 或時間複詞嗎 在這種條件下怎麼樣 啊這裡還沒有差一點漏 通假字 哇差一點漏掉 預備 儀式 與與不爭都是動詞 我們嚴格來講把布拿掉 布只是注動詞 NOT 或是副詞修詞這個動詞用而已 會助動幫助動詞表意 所以有時候注詞和副詞會混 我們前面講代詞性注詞也是這樣 那分不清的看你什麼角度去講那個文法 不要說一定是注詞就不是副詞 死鬧盡 少跟你講文章才是王道 文法是後人造的編的 不得已再去給他取一個名字 你不要自己取了一個名字 把自己綁住了 然後這個無聊之一 我看過一個 電影叫藍色相圈 台灣的電影 你自己查就知道 只要以後人不知道就算了 不是很用名 還在上吊 為了增加那個 真效 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自找麻煩 我看一下 為什麼會扯到這個 對啦 不要注詞就不是 那個布啊 看我這個就好了 其他我不看 你可以看我觀看紀錄 有藍色相圈就是在這看 現在我也給我給他付費 對你是支持一下這個電影產業 可能一個 我不想繳費 他給我自動扣反 我不想繳可能繳到 那個 叫什麼 暑假過後或者我姐回來之後 因為那個 我在想你現在 沒電腦 我在想你現在 有這個199或200塊繳 還不如給贈得愛心廚房 或者贈得慈善失業 常遇老和尚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自己去商量因為他想要增強自己 沒那個必要 你看這個我看過 有沒有記錄 我看過我覺得沒有收藏必要就那個 我光看好幾部啦 光看紀錄這點不出來嗎 我準備另外一支手機 要看藍色相圈 難道有第二頁嗎 真的呢 哈哈 還是你看他都看一些 是從看鬼片開始進去 這想說看看三級片 果然也三級片 也沒什麼 很漏涼一點吧 人色相圈有嗎 對不對 這也是啊 快轉的沒有真的看 這好無聊 可是他還有生理 九把刀 變態 可是還是 難怪人家是還是有 可能就像我們這樣讀文學 你要讀出他的人文意涵 那才有價值 不是 一定怎麼樣 我們暫停 把這裡圓滿 因為還有那個注音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我們繼續 阿彌陀佛 剛才看到這個儀和真二者皆為動詞 我們考一下 真當然沒問題 真值 對不對 那我們考一下這個 查考一下 儀可以當動詞用嗎 當然可以儀為盆定 那種講 對不對 儀為頻率的儀就是動詞 這是什麼 化險唯一的儀 是什麼 名詞 匪夷所虚勒夷是名詞 來了這三個怎麼講 我們剛好復一下 平地不用了吧 平地不用那方 產平成 平整的地也可以啊 平整平坦 然後來化險唯一 平地 所以你們詞都是要這樣學 不要只有一個概念 自己悶心自問是不是這樣 你就知道 國文教育的流在哪裡了嘛 要把這個流開掉拿掉嘛 化 危險 陳 陳平安 這畫 白畫也在用就不用再翻啦 化 危險為陳平安 這個白話 那這個 宜為平地 這是產平 這是產平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平安 最後一個比較最難的是 匪夷所思 索又出現啊 這以前都講過 不是 你也可以平常的人 或者常人 想 想 的 那樣 對不對 不是或者超出 也可以嘛 超過嘛 不是就超過了 對不對 對啊 他先是不是 才是超出 至於看看有幾個國文老師這樣跟你講 這才叫國文專家嘛 我都是國語 會講國語就可以來教國文 關鍵是這個 用藍的 先把這個儀標完 黃的標完 所以儀都有平的意思 然後呢 思想 索是什麼 索是得 都這樣 得那樣 得什麼 我們不是叫代名詞 對不對 是代詞性助詞 或者代名詞 剛才講不要被那個 直接代名詞就好了 把它當助詞看 是代名詞 你看我們有個詞叫思想 作為詞這個動詞的接受者 就是所謂的壽詞 文法名字叫壽詞 不是 不是就超出啊 我覺得好像非常 不是平常就超過平常嘛 比平常還好嘛 所以現在為什麼非常多有比平常好的意思 不是平常 或者平常人常人想的那樣 超出平常人的思維嘛 接下來看壽作動詞還有什麼意思 產瓶對不對 他這個瓶 產還是這個產 我們用這個 反而是刀 金布的產瓶反而沒有 金布的產瓶反而沒有 瓶單字想副詞嘛 產瓶 打得出來啦 平安 平常 對不對 是不是都有平 那平常就正常啊 你總是先抓住這個 什麼表哥原理的血脈 先抓到表哥原理的血脈關係 表哥原理還沒有那個嗎 我已經記得已經有 好吧 這善效啊 表哥原自創一大堆 你寫得出我這個東西在說 現在根本就是 王宗悔其實剛好要過 忘了 要去拜仙人喔 所以禮拜五 啊那禮拜三去老師那裏要給他告假 禮拜五去 我們禮拜六再到老師那裏 禮拜五要拜 請問一下弟弟什麼時候去 禮拜五端午節要去拜 端午節屈原嘛 黃宗悔氣 挖斧雷鳴嘛 講不出這個在那績笑人家這個 那你在笑什麼 我就是用這一種才想得到啊 你想不到你沒發現這三個成語 你生活都在用的成語竟然有這個關係 丟不丟臉 說難聽的 那他嗆聲 在笑白色 不知道啦 真正就是不怕狗 每次為什麼台語詞點給你看就是 不吃狗 就是不吃狗 小混混嘛 小混混嘛 學問也都是混的 文憑也要混 把大學的行情都搞壞了 誰的罪過 就小的 這就是以前看歷史 小人不就是在講那一種嗎 君子小人 對不對 等到以後不是你老師我就泡火全開了 老師總是要愛護弟子要怎樣 多少人是 在乎了人家師長對你的愛心 做見自己 草坪 豬滅平定天下 對不對 喔那儀 對不對 太多了嘛 這是從草坪把草草坪一樣 安放 我做動詞很多 那不用講 儀而不爭平均他沒有說平和 對不對 那就沒有了嗎 看到沒有 形容詞通儀 那為什麼這就是形容詞 啊 哪裡不快樂呢 這應該是動詞啊怎麼會變形容詞呢 愉悅怎麼會是形容詞 很愉悅的樣子 我們如果說是疑心 不是疑心病啊 或者疑情就把他心情很快樂 快樂的心快樂的情那時候才是形容詞 雲和就哪裡 為何 既然已經看到好人了 心向往的心宜的人 哪裡還有不快樂的 哪裡還有不快樂這句話哪一個字是動詞 當然是疑是動詞啊怎麼會變形容詞 你看平坦講過 秋夷冤詩是可以也可以讀成動詞啊 應該秋是平坦比較對 對啊這也是形容詞比較好 你讀成 動詞也是有點慣 那變成 這個沒有生命的東西反而有主動性 比較不合常理 圖以而 以對語言 形容他 這樣是可以 路很遠 圖就是 路啦 道聽圖說嘛 道就是路 道路啊 道聽圖說相對位置相關是道就圖圖就道 所以道聽圖說下一次我要考學生圖什麼意思 那就是這些生活都不好學 平活不移 怎麼會是形容詞 我要又要寫到國語詞典給他意見 叫他再去審定 你看哪裡不快樂 來我們看這個儀 他說通儀 他怎麼這又不做這個 這個儀是可以當形容詞啊 心曠神儀 神是愉悅的 因為神可以愉悅 他是一個 神是愉悅的 也對 神 愉悅起來了 那時候就動詞嘛 所以聖礦神儀不一定是形容詞 形容詞是可以 雲和不樂 既然看到鏡子來哪裡不快樂 怎麼會是 正好又發現新問題 他的古音通 等一下要 恐怕危當我們客氣一點 以去信 商去 跟他們商討 去韓就信韓嘛 那現在我們就寫這個形 對啊 這個儀不就是 你看詩經又是那時代的書 十三經嘛 唉 我會推文 我會召喚 今天我們就倒上 還有不愉悅要愉悅不但是心平氣和還要愉悅 這跟積極性還通疑 這個我們複製就可以了 意見反應 加在球上 調節 prova 新傷 tank 和蕃蕃蕃蕃 至少 请详 应属动词 请详组在旌旗的跪连一字四文中有 这个要缩牌 以通以失禁混合不宜,此条字于形容此 四位对他因属动词,请相作定证 爱用者 佛弟子 伸手真正真佛 何时敬其 前面敬其者,尊敬开启 这封信的人 起就是开,开启嘛 同一不死 尊敬开这封信的人 我尊敬以来,礼无不敬 我们前面看驱离开头,礼无不敬 自卑而尊人 所以他最后签名,要全后呼吁 前面敬其,后面就敬其 当然你用敬也可以啦 敬,恭敬,敬慎也有敬的意思 这比较对应 爱用者佛弟子伸手真正能够 何时敬其 应该属动词才对 再加粗体 这样就送出去啦 一气性更生 来,我就怕他之前他有些接受的就更正了 他更正了你就看不出啦 我这句话不是废话 所以现在只好 给他拍下来 我到时候死不认账 以为我在污蔑人家 怎麽会变成形容词 这个就 还刚刚好 那这样就好 把他消 这样就可以 因爲我们好像是横排的嘛 这应该是动词嘛 那愉悦心平忌合 还比心情忌合更合 不但要心平忌合还要愉悦 那再来看大一点的字典 那再来看大一点的字典 你看我们是那麽认真负责的 就像前面那个卷蛋 随便就打马呼吟就过了 把你这个老师骂成这样 你看这个一看就到自行结果换部首 对不对 对不起啊 放大镜 看这个资料的时候都要一下放大镜 你看这个等贝课本就是这个嘛 他也没错 可是是带回二座不通 那解释就太饶舌了 对不对 那你何苦呢 等贝 行为大支点我们看一下 行为大支点我们看一下 行为大支点这样就可以更详细也可以 那我们就查核就好啦 有没有平和心平忌合 你看吧 好嗎? 這樣就夠了 有證據就好 我們主要就是有證據嘛 我跟你講台大哈佛的教授 教你們尤其大義國文有幾個 有我這個程度 有些比較有程度好 他找到聖教授、副教授 他未必教這個 當然有時候學校教師有限也是會 像我沒有教授專門來教 那就更不得了 我還比教授、副教授還厲害 我只是堅認助理教授 請多多指教 平賤我們就是賤啊 真好 我就是賤 可是我們手禮啊 這可以補充 這禮是行為規範嘛 這很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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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賤 有沒有 學生 這裡是我們提到學生 有沒有 我們先關掉放哪間這個字大 窮修盛 窮秀才 還有我 還有 還有 這一個 哈哈 哪個 這在最後面嗎 這沒差 我輪到這前面 還有這一位 哈哈哈哈 還有 還有這位 還有這位 中國文化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順手 曾任征服 哈哈 哈哈 我是平啊 一個月他多少錢 我也見啊 我只是兼任助理教授 我平 一個月到我見 不用講 不用打字 用講的就好 對不對 然後這個看哪裡 這都有標題了嗎 這在後面嗎 文件開了 有嗎 還有這位 兼任助理教授 順手 曾任征服 那學校 啊 對不起 我不要 這個前面有嗎 所以我要用這個 可是我怕以後那個D卡 被人家封殺了 就看不到 好可惜 你看我還會為你們可惜 剛才不就講 你看我們學通的是這樣活潑潑的 多好玩 對不對 大學兼任教授的一週 這我呢 這沒有伸手針對啊 D卡 你打G卡就好 這是什麼梗 不要到時候了 對啊 那什麼梗嗎 有趣版 這什麼梗 有沒有懂這個梗 哎呀覺得有趣 你才覺得有趣 你叫一笑大方 不懂這個 這個好像我們在講南庭區講過 給你看過人家以前什麼樹頭銜 所以我們改這個連結 還有這位 這樣好 這樣我這個也保留了 然後這裡也來了 你看 那AUTO的向左肩就回來 還有這位 開自己玩笑多好 也不得罪人 我們取好了 你想到幾個禮拜過去 他連一刻都沒上網 所以你是要上網才算 就像我們慈禁秀 你就知道 我們已經很濃縮版 即是憑而不見 唉唷 那不是還有這位 憑且見就是我嗎 我們才是憑且見嗎 又憑又見 真的 地位 又低 當然比你們學生地位高 這個當然對自己 可以 其實我們剛剛不是說郭台銘 當然不見 假如是郭台銘 我也說我見 我確實見 可能這樣好像罵人 不好意思 我罵自己OK 不悲不亢 還有這位 得不到天下應財而交之 這樣自得其樂也是很夠贏的 我真的本來想趕快結束了 這樣笑一笑進神也好 真的有差 還有對不起我重錄 因為我要把王子錄起來 這比較遭公信 既然在上面就沒差 只是比較 我就喜歡肉自己的氣 所以我上課你就知道 一直叫學生你不要怕 你說有幾個老師這樣 我當然是就我以前的理想和夢幻來上課 我今天做老師了 可是也許我修的不好 沒什麼福報 為什麼同學為我為虎 那麼難得可以唱所一緣的課 都不肯發表你的高見 起開就是憑且見 還有這位 也是也是 憑見兼具的 這樣自己隨便講 兼備 人家說財貌兼備 憑見兼備 然後見平雙全 財貌雙全 我們就那個 成語來 倒過來 倒過來啊 不是財貌 我們是見平雙全 財貌 用財貌雙全的雙全 兼備 也是 乞丐就 你看跟乞丐放在一起 這是憑且見 還有這位 補充說法 用分號 兼任助理教授 順手真正 財貌雙全 平見兼備 見平雙全 對不對 超讚 因為我們只是 怎麼會 這個還更早的教材 中文博士當然不見 就學略以上最高怎麼會見 那是兼任助理教授 在教育界 最低節 助理教授已經最低節 在大學 兼任當然又更低 好 好 回來了 平平和 自己保重 真的就開心就好 我也開心 你也開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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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好 漢典網也是 他的資料一定是漢典網來的 所以我們尊重原創 先我們去漢典網 漢典網又改版了 他的風采都被國學大師搶走了 那有沒有再找的資料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這一定有平和 平和對不對 東洋馬升旗也是很有名的一篇 尊重他比較早就放前面 這邊也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力 巨中隊 什麼叫巨中隊 對齁 當巨對 當巨就當這個巨子裡頭的 這你們自己查網路就可以了 應該不用 沒關係 不像網子 如果以後也方便 好再來 就像寫動文一樣 又 又移 再來繼續看 漢語大詞典 和平 平和平 漢語大詞 這一樣都是換小字就好 色儀器清 對不對 性曠儀 形曠神 是不是 打死你們的一些 老學舅 我的前輩 抱歉 當仁不讓於私 你們錯了就羞怪我們無禮 我們不是對你不禮貌 我們是 無愛無事無更愛真 漢語大字典 不要再追下去了 不要再追下去了 他以為大家要用截圖的 迷 應該在後面的安放愉快 對不對 愉悅 他竟然 同輩 以 課本 對不對 你看 哎唷 以假借為來 在醜財不爭 在同輩中不爭 這個其實朱俊森他是把 在人中不爭 這也對 這是 可是這不是課本的 對不對 這也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還有另外一個讀法 那這就是他把 醜財放在一起 那我們不要我們就一個醜就是人了嘛 他醜財 不爭還是講 不是 就是同類 可是不是平輩啊 不要當成平輩 就是在與人相處的醜財 就是不是等輩 這就錯了 就是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剛剛問了 那不同輩的人要爭嗎 不是 他這裡是醜財同義父子的話 還是 但是 人類不斷 要注意 這個我們給他OCR來解讀 那平坦 就是 死平就是化為 以為平 封閉 經常 經常就是常道常法 就是匪夷所思 常道常法 不是常道不是常法可以理解 只要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完全自行 假介事 那這是自行結構 堅定義 魚還可以當理智者 再醜不爭也可以啊 疑不爭 可是發生的通常是放在前面吧 不會放在劇中 疑考 對不對 他是發生的 疑 疑不爭也可以啊 因為你看他後面都是動詞 疑考 再醜疑不爭也可以啊 就是再醜不爭 把它讀成助詞也可以 對不對 喔 這一題 我們 給他圓滿好了 這才叫圓滿 不要漏掉一個答案 還有另外兩個結法 這是什麼 第1是什麼 2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擬音 我們這個先割的好吧 免得等下 剛剛擬音的忘記了 剛剛差點忘了 這個總不會忘吧 我們還要說 歐西亞已經三個鐘頭了 時間還不是問題啦 主要是 體力的問題 剛剛笑一笑也蠻累的 還好 這個也是前面的 所以呢 我們是要 來秀給你看 怎麼樣辨識裡頭的文字 我這裡有這個one note 可以用 那我們不用這個 我們用 我們用那個 Google的key 然後這裡給他拍下來 你把他貼上去 可惜他這個沒有出四杯裡頭的顏值 可是這個倒是可以 到補記one note裡頭去把他 你就等他傳完了 他有一個功能 就不一樣 欸 不是這個囉 不用這個是修圖 好這裡應該是這裡 截取圖片中文字你看就出來了 有沒有 哇 來我們這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 上一頁 對不對 所以 從安放以下 愉快 同乙他還不是那個 乙耶 可是這個字太古了 對不對 那這一看就是日行結構怎樣 換步手 你這個複製到剪貼簿之後直接貼上就可以啦 這些軟體都相通 你先灌掉 再新增 這個比較大可能久一點 那一樣我們就 他還沒好嘛 所以還不能用 好了就可以截取圖片文字 截取好了他會在下面 你截取文字 在下面 一塊 一樣我們等他 佛置起來 貼到 筆記那邊 用這個有放大的效果看就可以 有一塊 這是十幾 看一下 看不清楚 八九十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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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二十 剛好這個二十 十八 一塊 後座 這個後我們改成 沒關係 因為我們裏頭也有簡化字嘛 尊重 後座儀 額雅 四言 說以悅 路德明 四文 經典四文 以本作以 然後 師 商送那 我有家兵 義部 以義 義 義也是快樂 義也是快樂 我有家兵義部好不快樂 來這個強調用法 這個部 所以不快樂 好不快樂 其實師經常常有用部或批 也是這個發語詞或副詞 不要讀成 你不要讀成反義啊 否定 那不是否定詞 不是語助詞 不是助動詞 這就是很像什麼 一個字有雙極義 他做語助詞他又加強好不快樂 強調很快樂 可是你看他反面是否定根本都不快樂 你看這也是雙極字 應該是這樣 然後 毛傳就說 以悅 注意要換部首 然後朱熙就註說以悅 換部首 言部他改成義部 以義者 這句話的意思是 你看這個者就的 我可以用這和的來翻 對不對 包含這和的 這句話這個詞會的 意思 意思是是常識 是說 說就是言 言 接 月 亦 都很快樂 是不是就是 所以你看 詩經夠古老的吧 我們現在來說台語你看還留多少詩經的句子 原來亦不宜亦就是好不快樂嘛 好就是亦嘛 我們學過不亦樂乎 史生意大理他是好 史生好大 非常大 對呀好不快樂好啊 要補充南庭集序了 哇真的是搞不完啊 藍庭集序有什麼以前都卡住啊這個義為什麼有強調用法 怎麼強調又可以補充 所以有時候是在這裡得到靈感啊會通了 可是你平常沒有那些累積就像白老禪師來常講的 你還有那個蛇謀他撒謀菩提 要累積這些知識 需要用到時候啊 固然點點亮 就好像我們現在凡夫都是有把阿賴耶事 不斷的累積到成佛變成大元禁之 哇 難怪無所不知 又可以補充 今天補的6月2號 哎呀我要今天中午要不要吃飯 吃一點 因為早上吃過會吃 下一集好了 下一集 這一集我們就到這裡 不行啊 他已經頭都剃了 死生意大贏 其實這其實是莊子的話 因為我們上過就在這 應該是講莊子的時候要講 意思也好 好 意思也會好 死 死 這次偏一副的死好大 有沒有 意思強調用法 人自想復始可以想要不亦樂乎 人自想復始可以想要不亦樂乎 啊 表示好 真是 我很 接下來就是強調用法 不是也在這裡不是也 你看我也會錯啊 也真是 這是錯的 其實也可以啦 其實也可以啦 因為白話的也 不是 只要用英文 因為白話也也有 有時候 你也太過分了 那時候的也也是強調用法 所以只要用 一的 處的意思 英文才不會有這個詞意 一的什麼處 也 怎麼樣的意思 不是這個 可是這個也可以喔 白話的也也有強調的意思 你也太過分了 你也太過分了 就叫 你太 過分了 更強調 對不對 是不是更加強於氣 所以這個意思 你真的是 你好過分 你很過分 你太過分 對不對 所以死生意大理是說死 死亡真是太大 那這裡佐證 這是我們 惡靈今天 補定 因為有修訂 以上 這樣負責 不要說我們撕進去後面要動手腳 固定 這裡可以給他靠右邊 對不對 加強 然後 取歷時 漢語大詞典 大字典 以這個 字下 18 以字下第18號 世文有這個 遙影這一段 遙影這一段 對不對 亦 亦不亦亦 就是好拍了 你看 你看 哪一遍 你看 不定義的自動詞 修飾義的副詞 有加強語氣 強調的功能 一樣 義不義義 這我們就不分了 所以義就是好 可見義就是好 好不過快樂 這個很棒 舉一反三就會講這個 可是我就是教不出這樣的學生 反而自己 延階月 階月就是沒有利害 他還是有 那個強調的意思 學生都不用 這個可以說小字 補充說明 使生也真是一件大事 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也 使 這不是使漢生 這是偏義副詞 這是不通 好像不太通不太錯 哇 那還沒弄完 使生也真是一件大事 使生也大理事 他還可以把內容縮起來點到這個小 三角形 哇那這個就要在這裡補兵 這你就知道我沒有看科本注釋 我怎麼會留這個錯的給人家 可是其實使漢生也真是一件大事 其實也對 對不對 他當然偏重在史詩 因為尤其上下文 蘭提基帶回這二座他是講死不講生 對錯問題回二座 接言死不言生 對不對 沒有 所以不能當成那個要注意 這是偏義玩的這很重要 那單獨這樣強 做解釋也可以 可是就是 但是 在藍庭區區這裏是不合的 所以死生意大理就是什麼 重做一次 死亡 好 好 好 大 是這個意思 死亡的什麼 力量範圍 影響 可以說可以說是磨力都可以 這個字根本就喊用字 還放在Normal 好大 好大 這才是症結 好大 對錯問題待會兒子 所以我也會錯 對不對 這個 不對吧 這是錯的 難怪 這是錯的 難怪 這個我是 怎麼會用這個答案呢 我教也不是這樣講 絕對不是大事 天之環原是有問題 對啊 標了這個顏色 至少那時候標這個顏色 是死亡力量好大 不是他是一件大事 意思不一樣 邏輯要弄清楚 大事不表示他力量大 比如說 我家 家裡頭發生一件大事 或者我跟女朋友分手的是大事 我很受傷 可是對別人是小事 可死亡不會因為你是誰 他就不死 他不一樣 大事跟大不一樣 這是課本的翻 我怎麼會用這個奇怪 看到自己教材 不敢相信 還好回來補充 所以補定真的是補定 惡人子弟啊 Sorry 所以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就說自己 錯就是錯 對就錯 不能苟且的 這裡是能含糊的 動轟先生 好好先生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好我們再回來這裡 因為這個 被領悟到那裏 很棒 這也是教學鄉長啊 我自己做教 父兼母子 我是師兼生子 生兼師子 你看以前讀這些都很吃力 現在 信守年來幾乎都像白花文看 Easy 那我問你我都看得懂這種 我要看你白花文學嗎 那太low了嘛 那都不要傷什麼老人 也不用動腦筋的 那就是俗話說耍廢嘛 我同樣的時間同樣的經歷 我何不讀這個 更有營養 更high class 讀你那個 白花文學 民間文學 哎呀拜託 人家往高處爬 這時候都往低處看 好奇怪 對呀 這不跟什麼 瞧不起人 自卑人 尊人 不抵觸 我們一樣還是很尊重 可是我們自己知道 就好像 我們學佛 會不會瞧不起那些壞人 不會嘛 阿瑟死亡都可以 忏悔之後那個 對呀 可是我們不能學他 是這個意思 是否定這方面 不是瞧不起人 亦不亦 好精采 每次都有一個新發現的 要等一下弄那個古音 擬音 沿街一躍 楚辭久懷 逃庸 道末貴西歸增 每一條路 條條大路通羅馬 最重要的就是歸增之路 是最貴重 最重要 貴重 獻 餘數 稀可宜 所以歸增 什麼求真實啊 或性情啊 像桃園銘這樣 或者求真理 像我們讀國文這樣 獻餘數 這是楚辭 酒懷不知道是不是虛人 你看快要過端午節了正好 冥冥之中 所以他勸明我信 疑數之可疑 這個疑就是愉悅嘛 你看我們是不是樂在其中 學而實習之日 不亦樂 不亦樂乎 還不是樂 就是這個樂 前面一直解釋的樂 樂 金空老法師講得很清楚 樂是外面來的刺激 我們今天去 夜沖夜趴 夜店那一種 或者你去看電影上街 跟朋友出去玩 家人出去玩那是樂 可是你看我們學 習之後學而實習之日又做領悟 獻餘數 稀可樂 可宜 王毅柱 詩雲寄見君子 我心則宜 這個前面好我們引用到 雲火不移 我心則宜還不是一樣 我心就怎麼樣 快樂 動詞怎麼會變形容詞 我心就喜悅起來 你喜也喜難道是形容詞 可以啊喜可以做形容詞 喜事 可是喜歡喜 貴詩點那個是有問題 不過他就動詞和形容詞都要收入 我是跟他講依他那個詩文他舉的例子是動詞 不是形容詞 不能 宋王安石 我們前面才讀王安石的文章對不對 那個有包禪三記 記犯影周 宋王安石 宋王安石 原來他對範宋爺先生 為什麼叫他範影周 奇怪 原來他稱範宋爺先生是叫範影周 你看 你要怎麼解釋 會起雞皮疙瘩 環環相扣 範文正公主 剛好我們才讀 端午節 端午節 那個儀 儀人不樂嗎 得到多助 對不對 我們真的得到 你們那些善笑謾罵的 自己保重 自公自貴 自範宗爺先生 顯貴喔 你看我們剛才講平賤 他這裡提到他顯貴 對不對 啊 啊 然後呢 舊庫 虞空 提其 移其色 臉色和 談吐 這臉色這是不發言語的 有時候他語氣或者臉色都是很好 奧捷 奧捷乙融 這個奧捷就表示雕名之類的 乙融就能夠包容那些 舊庫 漁空什麼意思啊 馬舊嘛前面學過 庫是府庫 國庫什麼 漁空 漁空 遺騎食客 對 我們剛剛抓的是國庫 公家的 我想範中英不會這樣 這可能是講他自己 生活的是很簡博 他也很那個 然後呢他也 不會 欸 遺騎 色池 奧捷乙融 其實就是 什麼 再醜遺不爭嘛 多好受傷我們就掠過了 沒有這個 因為還要幫他校對 再來是二十 通財 首先是這個 又有兩種讀法 哪兩種 一種而已吧 怎麼講成兩種 一種啊就是那個醜遺當成一個 再醜 再醜遺 再醜遺不爭 啊對兩種另外一個是住詞 對不對 一個是 通財 有沒有 等於醜 然後現在這個我們是要 這個是在這裏的 這個是漢語大字底 這個一樣我們就小字就好了 十四號是就很棒 這只是做 那個 其中 正式 這個也沒電 逼著我們 逼著我們非休息不可 可是我插電呢 應該還好 其中王安時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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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型都給他改全型 全半型 其中這個 哎 我心則宜 這個是 這個才對 應該是這樣 雙引號單引號龍 其實我們可以保留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保留這個 可是我這個應該是丟到 網路硬碟 比較沒有容量限制 因為哪一天國學道 萬一怎麼樣了 就這些連結是沒有用 其中 宜其色池 傑傲勇正式 再醜宜不爭 你看 這也是醜 當然有不好的意思 對不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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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他的換句話說嗎 醜是不是剛好是 傑傲以容 傑傲就傲傑 不一定還有這個詞彙 因為桃安詞他們這些響叮噹的大人物 有些專門針對他們用過的詞彙做解釋 所以他大詞典的收編可能這也是一個取材的來源 其實這個有可能就是這個傑 傑傲不遜 傲傑 你看都是不好 傲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傑就是 揭發人家互相公傑 互相去公傑 容是包容 所以儀其色詞或詞色 只是倒序重組 以容傑傲 用來包容 容包容寬容 包容寬容 容納 容的相 容下 容像 konk 又根據漢與大師典。可另外還有兩個讀法 截下在這裡 第1個是財 通財 是同輩 財 同輩 同類 清朝朱金生這也是很有名的一個訓古學家 文字學家 說文通俊金生更是他的名書 呂布 這個古代分的一些韻布 韻母給他歸類 布就是類啦 呂這一類的那個韻母都放在這一個部分 以甲介為財 會甲介一定都跟聲音有關 你看財裡頭也有依這個發音 痴 阿依 他其實這三個音合起來 阿依就是阿依的合音嘛 財 尾音就是依 禮記驅禮上昏定而成形 再醜依不生 所以他主張這個醜 依的依就是財 所以醜依就醜財 那正懸處以油財 你看正懸處以油財 所以課本說是同輩 那我們在讀注釋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這個 我怎麼好 還沒印象 死記 劉依 劉侯釋迦 金諸侯 他幾乎都沒錯字好厲害 變數率超高的 因為這是電腦排版的字 金諸降皆 陛下 故 等儀 等儀就是 紅貝 當然我們沒有否定儀有平貝的意思 他就是平引申出來 所以等儀就是醜儀 我跟你講等跟醜還有雙生的關係 等 就是等級嘛 就是前面我們看那個藍情機器 品 類之聖的品類 等啊 集啊 品啊 類啊 種啊 都是一種分類的意思 好像戒門 綱目 科除種 類這個字有那麼多字可以用 表達這個類的意思 就像英文也有很多 表達類的意思的字 舊部署 舊同類的 再醜儀就在你們 同 同一群 那一群小伙子中 在同一群中 那這個帶回來這也不合 就是說難道在你們那一群裡頭才不爭嗎 在別的群要爭 對啊 不合嘛 因為他前面是希望那個為人子之道 不要後面的課本講的是對的 不要讓父母擔心 對這一定是這樣 絕對不是在平輩 不爭在別的地方 那父母還是要擔心 尤其跟陌生人爭更危險 對不對 在同輩的人 人家可能還會寬容你 范仲淹那個 網絡時刻送他的是說 絕對不是同類人 同輩人他才觀容 裴音極解 裴音極解 隱許廣的說法說 遺啊 遺有財也 遺有財 等遺就等財 就是同輩 顧是顧舊 就老部署 老朋友 你看幾乎都變白話文 懂得讀都是白話 唉 只會怪那討厭文言 都不問自己為什麼不把國文學好 司馬貞的索隱 同樣都是對史記的注釋 他叫索隱 裴音叫極解 隱如純的說法說 等遺有等財 對啊 遺就是財 張秉玲 所以同理 醜 我 醜疑就醜了 醜貝 醜財 同義父子 他是同義父子 醜財 就是表一個意思 不是同輩啊 這裡還是不能同輩 因為 或者重的意思 對 兩個字 醜疑 兩個字 是 同義父子 表一個類的意思 所以不是必要 所以醜疑其實就醜 就是疑 就是 的意思 我們這裡把他 先縮小子 可以大一點 可以大一點 很慘 張秉玲 要注意一下葉 葉嗎 571到572 這個這樣免0是另外一個 這個 怎麼不見了 這個字頂的 張秉玲 秦正記 這一樣貼過來字比較大 福其灑爵在上 不與市民等同 的 如天子仁耳 這還是得人 因為後面是人 哎呀那個 酌絕 堅苦酌絕 就粗類拔萃的拔萃在上面很突出的 不和一般的讀書人或者師大 和平凡百姓 相等同 等同 只有天子一人 所以這裡也可以把人要講出來的 白話也通 又引申為等同 同類就變成等同 唐白去一讀 漢書 有這句話說 草木際區別 隆枯哪等於 就等同 當然跟人無關啊 跟同類也無關 那宋朝書是卸管職起 管職就是做 可能是 什麼管職 漢林院之類史館 修史 史書的 修國家的文獻的 的職務 所以這個要斷成卸管職 卸掉這方面的職務 然後一個公文叫起 像我們馬上要學的公文叫喊 一般學的公文叫喊 這是公文是什麼呢 起 起就打開我們前面講的近起者 打開就起誓 就是 秉示 秉報 起 開口說話起 我們說起詞 對很好 這樣 開口講 這裡當然是用手寫 起行大法又在哪混 秉告我為什麼要 辭掉 這個職務 然後或病刺於罪例 僅疑平民 或者 有的 我們講有的 病刺於罪例 有的被 因為犯罪了或他行為不當 因為在 在這方面 這個語是在 在 犯罪或行為不當方面他 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被排病 被刺了應該就是被罷官免職 我的被處罰 有啦 平民就不會是罷官 那僅疑平民就是 僅僅同雲平民 他說這隱身為同 和平民相等 和平民受一樣的懲罰 是這樣的 他的意思是不是行不上大夫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段章曲不知道 反正這個椅子同 這跟我們比較沒關 我們只是錄他做稱號 通彩 丑通彩 則 丑等於彩 以及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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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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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不就是財嗎 財集籌 在這個時候他們是同意不值 所以這種讀法的意思是什麼 在 與人相處中 然後不爭 不去 與人爭 他把 你 和 醜 並為一個 和並為 一個副詞 表示 種 類 就是 翻譯 成 那麼 人嗎 翻譯成人嗎 在與人 相處中 讀成 再醜一 一 翻譯 字 翻譯 再 醜一 不正 翻譯就變 成了 再醜一 是不是 在於人相處中 是不是就是這裏 第2個是住詞 這個我們要標一下 第1個是 第2個是 這樣這裡左邊比較好掌控 這樣這裏左邊比較好掌控 這樣都出來了 提通財 財就是醜 第2個是這個也是可以上去 助詞 無益 沒有意義 可以省略 不能省略 他這個 有一點發語詞還是有作用 你說可以省略幹嘛寫出來 他還是有那個 作用 再醜一不增其實畫個表頭就是這樣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分兩個就好 在與人們相處中 不去與人爭 或者 或者 不爭強動盛 關鍵就在這 他合成了一個負詞 就是弘義負詞 合成一個負詞 然後就是這樣 在與人類相處中 再來我這裏不對的 在什麽中 中 中是跟在跑在一起的 中是 是跟在在一起的 應該是這樣 與人相處就宜嘛 在同類中 同類中的白話翻不通啦 所以一定要講成 除非你還有更好 一定要講成 這很像我們說 服人之相遇 服養一事難停其去 一定要講成人跟人之間互相互動嘛 你怎麽 什麽叫相遇 我與你 他這班語誰聽得到 懂嗎 這個必然要 還是算天之還原 可是我們這裏就不標天之還原 這都可以討論的 先讓我一定標準答案 你讀的比我好你的答案就對 比我更棒 對不對 不爭強弄通 關鍵是這個 醜儀是當作一個父子 一個單位 人就不是像 課本給他斷開了 又眾人又同輩 通的 課本就是 他的解釋應該是從 你看他剛剛也是引正權 應該是從這裡來 可是他就是沒有真讀懂人家的意思 就弄錯了 財是同輩 所以 儀是眾 就這樣 那他說再醜儀不勝 那醜是什麼呢 這裡沒有講 人家只是講簡單 儀就是財 所以醜儀要讀在一起的 他只是針對這個副詞裡頭 專講 醜可能知道是重 儀是財的意思 那你兩個要在一起讀 可能是這樣 目前至少我看古文應該沒有像課本那麼誇張 可是課本會誤會他的意思也無可太厚分 因為確實會讓人家 你為什麼光解釋一字 對不對 為什麼拆開 假如他是一個持主 對啊 可是他既然說 財是醜了 醜也是醜啊 也是貝啊 醜什麼意思 醜是重 重跟 財是有什麼差別 這裡也是重啊 一定要等輩同輩嗎 同輩的話 好 可以啊 那好這兩個就像課本講分兩個 就是帶回回不通嘛 在同輩這裡可以啊 都是你同輩 同一類人 像劉邦那個故事 對不對 可是在 禮記這裡 在同輩裡頭不爭 在不同輩裡頭不爭 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講 不同輩陌生人才要更要僥慎謹 難道勸大家組合邦派嗎 我們同輩不團結起來 人家欺負我們 我們再跟他討論到 這個叫幫派 還叫周禮啊 還是叫禮貌 對不對更荒謬了嘛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最後要擬陰了 要完美 哇 又那麼長 這樣子了解 所以為什麼要多一個讀法 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反而沒有給他 沒有給他那個 沒有給他那個 那我們就把這個刪掉就好 把圖刪掉 移除圖片 他不行 他還只能這個 我只能刪除 住持的我們沒有 撿得太小塊 這特色 為什麼他合理 因為他後面 你看 都是接動詞就那麼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上傳刀 他一定要點他才有作用 我哪去了 這樣點 住持 那這個是第幾 這不是20 這是 2122 20是這個2122 2323 這是 漢影大字典幾頁 570而已 漢影大字典 然後你看住持 王影之 金鑽事實我們剛剛才看對不對 儀是與住持 你先把它 全部取代一下 疑與助詞也 謀號也是 疑與助詞也謙 親 親助君生說文通訊季生女部又來了 疑發生之時 周裡秋冠行夫 居其其果 責掌行人勞入誓焉 疑考其行 疑死者戒之 正全處疑發生 孟子靜心下 疑考 疑考其 後來人都還會用詞 詞主 變成一個習慣 考什麼考核什麼 模仿孟哲學 疑考其行 不言焉者也 你看幾乎沒錯 只錯了一個 識別率也太強了吧 識別率也太強了吧 再次大一點 好 這個一樣 好可惜 我們到時候看那個 金鑽試詞 從所舉兩例 可見 此種 疑的用法 後面會接動詞 和這裡 疑不爭和 所以 我們等一下看網影之經鑽試詞 所以 再愁 疑不爭 就是再愁不爭 就是再愁不爭 對不對 或者用 只做加強語氣強調的用法 加強語氣就採用要做個詞彙 對 這樣了解了嗎 這很簡單的 再愁 疑不爭 就是再愁疑不爭 疑科生略 因為他是無義 在水科生略 住詞 無義 他都是後面接動詞 他都是後面接動詞 這裡是死 暗口 以死則戒之 折掌行人 勞入誓焉 以死則戒之 這可能是派出使者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可能是 考察 考核 這有可能是錯的 因為我們只是斷章齊 沒時間再去管他 這個比較好 依考齊齊 考核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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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研考會 對不對 也是考核 那個 研考會 對 去考核官員的 成績 考試都可以 好 那金鑽43 我們快速瞄一下 因為 剛才 這個就OK了 這還不行 金鑽43 金鑽43 那這個金鑽四詞 我們 瞄一下是不是都是動詞 有沒有 也是第三卷 你說會被嚇死你 你說 隨便你 是這樣嗎 沒有 如果空格呢 他好像不接受空格 那如果星號呢 看券3的 那麽多 移 就是這裏 哦 他是羽柱不是柱子 他這裏 他這裏 以羽柱 不對 弄錯 空幾個 三個 空幾個 以羽柱 以羽柱也 周官行夫 他好像內容不多嘛 我們就快速看 鞠於齊國 這掌行人之勞入誓焉 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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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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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鞡 鞠短 鞠 鞠斗 鞠斗 鞛 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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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papers 鞠 鞠斗 鞆 鞆瓦 鞆 故書 故書就古書、舊書 古書約儀死 所以舊的說是寫儀死不是寫死而已 所以就知道這個 淹和死是不能連讀的 我中間插個儀就不通了 儀是發生詞 是也 鄭玄住的是所 對 詩的沾仰 你看沾仰儀容 換部首就好 沾仰這一篇就說 毛賊毛賊毛賊 迷有一戒 無遠伏戒 毛賊沒有 終了的時候 戒就是道 到盡頭 罪戒骨不收 迷有儀 抽 這個其實可以讀成體 生病 病不會好 加部首 抽是病好 言 為害無有終極 終極就是 只戒嘛 無遠伏戒有終極有道的時候 儀這就是指字與詞了 疑戒 如病無有欲食 明有疑戒 明有疑疾 這裡應該相對位相關字 這也是住詞 應該也是 抽其實就包含的病了 就不一定要把這個讀成病 他的意思是沒有終時就好像病沒有了 了的時候 用這種兩句去做比喻 疑 與助也 撰間訓 疑為常 責與戒 字 抽字 文藝不相處 沒錯 文藝就是我們講的 文章的句子的意義通不通 合不合文法 朝二四年左撰曰 喪 喪喪王有義兆疑人 就義兆人 也有義兆人 那這裡你可以發現他是為了講 來了 對不起 所以他不一定放在 動詞前面 對不對 可是至少放在動詞前面 是合的 你看這是 這是放在動詞前 可竟然可以放在名詞 你看他王影子我們前面才講他安排是有順序邏輯 前面是最常見的狀況可能動詞前面加以 八成 也不能說八成 很有可能是 以 語助詞的意思 沒有含義 沒有字 虛字 那接下來是放在名詞前面 杜助 杜玉助這個春秋左撰 就說 兼有勢矣 當然錯了把它當成 蠻宜之邦的矣 東進 秦氏 撰曰 東進他認為可能 秦氏是為古文上書 其實應該是泰式 這個應該是 錯別字 因為是泰 秦氏和泰式好像都有 這兩篇都有 傳曰 這應該是東進泰式 傳曰 宜人平人 皆失之 他 泰式傳就是對這句話的解釋 認為宜人是平人 對不對 宜是平人 我們就說宜有平的意思 那平人就講平民 像那個唐朝叫 唐太宗教李氏明 唐朝人不能寫明 要寫人 所以 人就可以翻成明 你人就平民 連李氏明都沒有 李氏明當然可以放在這 尊重他 我們剛剛連周星馳 接釋去了 接釋去了 我們前面那個才學那個四字對不對 有無的有 他也讀 孟子靜心 篇曰 以靠其行 而不厭 焉著 這又是動詞啊 所以我們剛剛 歐洛 歐洛這個王引詞就錯了 他可能是照時間順去 孟子比較晚也有可能 亂猜的 那 疑亦與住 而不掩焉 則也 疑亦與住此 照住照齊 諸孟子 疑是平也是錯的 平考 平考其行 書無意義 書無意義 什麼叫平考 難道還有不平的去考 我們以前是被這個 照住朱熙世書 記住這個就是 到清朝人才讀對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你看到 孫守真才讀對 最後個分散 學術就是這樣才能進步 我們就好奇當時 蘇東坡這些歐洋雄 范仲淵先生都讀錯了 陶淵明 難講因為他們沒寫 也許讀對 不講出來而已 誰知道 可是我們講出來我們就負責 我們是這樣讀 是不是 就可以經歷檢驗 你不講出來 我們也可以合理換理 根本就不動 所以不講 你看造詩就是平考 我們以前就這樣 我也覺得很怪啊 所以我都跟學生講你要尊重自己的懷疑 不要勉強自己去接受一些很勉強接受的答案 這樣才對的嘛 不能這樣 自己沒自信 人家說平就平考 所以你看他就 書無意義 你看他白話文意義 這裡要注意啊 文言文你就要知道細讀 白話文意義就過去 書無要表意的正義 懂嗎 你要表文詞是要來表意的 那這個表意適不適當就是意 要適當意 書就無意義 沒有要表意的正義 你加個平什麼意思 沒有 非常沒有 以有平的意思 你不能平也不帶回二座什麼的 什麼都用平去解釋 言考其心而不言也 這裡是說孟子是說考 遺考就是考 那遺是語住也 又周觀直方式也 直方式好像現在畫地圖 長管地圖的圖 齊穿 為什麼會變這個字 打字打錯 這應該人辛苦打 他應該也用倉解輸入 他原來是錯成什麼 刻對不對 你看我這個字 這 要Y P 然後 竹 木 哎 竹火木才行 他變成Y口也不對啊 為什麼會錯 騎穿 胡子 歐儀 歐儀扣誰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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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火木才行 歐 垃圾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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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水及歐語之水 歐語歐統 歐 歐 之言 扣 又是生育 現在唸還是疊孕字 古英相敬 現在也有點敬 乙齊羽柱 你看他只推測 這羽就這個羽 他覺得這句話讀不懂 乙可能也是羽柱而已 所以 口水及歐 乙之水 歐之水 歐以口水 舟冠職方式齊穿呼以歐以 歐就是歐 歐就是歐 歐就是什麼 沒有意義的義柱詞 他是這樣 我的周關 周關就是周禮 三禮之一那個周禮 所以怎麼讀 句詞的話他就不是光是接 後面接凍詞 這我們要定證一下 洪庸 先不給他定證 所以看到是覺得很別扭 再翻證一下 雍 用詞是用 雍就是用 你看下面有個用字 雍 雍 約 應該是這樣 前面沒有給他斷開 肯定了 這個一樣要給他這樣刮號 我可以貼到 我這個程式已經複製到這個平端硬碟 可能是他這個 瀏覽器的剪貼簿不支援雲端嗎 還是雲端硬碟有時候他 剪貼簿就會蕩掉 怎麼還沒開 開程式 前後架框 全選 好了 貼過來 金考王寧之 金考王寧之 寶車用格式 則 以這樣的用法 後面 多事動詩 未必 皆是動詩 疑人此利 這要分清楚 可是其他你看他還是語助詞 這個是一樣的 前面已經有過 遺戒 都是動詞 遺抽也是動詞 接下來依考當然 其實他舉例子不多 可是也只有 也只有這一個是 這個也是 他不是後面接 對不對 此例外 然意多為 動詞也 注意一下哪些動詞 死 借 對呀 抽啊 烤啊 這都動詞 都是動詞 這四者都會動詞 很棒 最後 終於要圓滿了 所以你看總共有四種讀法 可是其實三種 課本那個是錯 最後的結論就是 再醜一部分 凡有三種讀法 而課本 可是錯 是錯的 再醜一部分 翻用三種讀 一 在與人相處中 平和 不起爭執 女樂 對不對 長榜 平和愉悅 的心情 而不去與人起爭執 第二個是 在 與人相處中 二是 儀是什麼 第一個儀是平和 心平契合 與月 儀 迅古上是說儀等於月 儀月這個可能有聲音的關係 儀跟月可能是雙聲 喔 還有這個儀 對不對 他說這個儀 自行結構建議自行結構換柱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九龍神功多厲害 第二個是儀 等於財 等於醜 在與人相處中 勿起爭執 第3 就是再醜不爭 就是再醜不爭 迪可省略 對不起 其實這兩個很像 對不對 再醜不爭 對不對 再討與人中不起爭執 那第3個是語住詞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 最後 再醜疑不爭 再醜不爭 就是 在與人相處中不起爭執 後面兩個答案 辦文法 慈意 慈性不同 自意 沒關係我們當此與會一個與會單位 對 再醜一不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法子不一樣 自己的結構 這就給你們一個結論啦 要看 不想中間的推演 驗證工程就直接看最後的答案 對不對 對 每個 在與人相處不爭 再醜不爭 就是再嘲不振 好 最後最後最後 錄一錄就可以了,只是順便帶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通甲字的時候那裡有提到 怎麼還在立喪嗎 既然關掉死聖這個了,我把位子弄掉 我是這樣,仇 自行結構間意 仇和仇 只有聲調不同 聲調不重要 和 聲調不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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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要給他 又忘了給他 總結 對不對 這裡就 要提高 變成 3 總結是這樣 這樣就凸出來了 然後 這裡是 金考王影師 金鑽師是建3 把這個 王子布上去 這個劍九陽神功 方方方方方 還有什麼 鴨雅雅雅 請問 你要唸幾聲 我是最近才發現那個鴨也是 分粉粉粉 四聲都有 對不對 鴨雅雅雅雅 鴨雅雅雅 分分分分 聲調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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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我們國語嗎 平常去我們就不管 醜 聲調不同 醜和醜不是一樣 這個醜 你可以看 類 一體之之間就可以 就是同類 剛剛已經講過 類為什麼可以翻成人 和人相處 就好像王羲之威 藍廷基劇 品類不同 可以變成 萬物不同 品類本身只是品和類 都是子類 為什麼 被或類 都類的意思 同樣是被和類 都可以變成人 那個萬物 變成生物 那當然也可以變成人 這裡是談禮 專門講人 好 再來這個擬陰來 上古陰 擬陰 上古陰系 醜 運聯網 小小一點 這是L不是E 哈 上古陰系 醜生無守 擬陰是你這個 上古陰系 擬陰是你這個 擬陰是你這個 我想他一定是用大陸的 簡送體 不會喔 竟然秀不出來 擬陰是這個看不出來啊 擬陰是這個看不出來啊 好亂喔 醜 他會這個醜 因為大陸現在醜和醜 跟他合在一起 那我們那個上課的時候 同學是說 重 醜和重 我不知道他參考誰的說法 很不錯 最好他很用心 上古陰系 醜 有這兩個 可是醜跟 這個 US 他US 他都有U 他只有US U 我這個只附在這 不要繞毀而已啦 我不講 學生講到的可能還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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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是在這裡 那我們要看的是重 他竟然說重 有嗎 他擬陰是這個 重是 韻部是中 聲服是重 差那麼多 至少我這個醜跟韻部是不是都U U運字嗎 都是U運字 這下一個 醜的另外一個 理音也還是U 因為醜可以念 醜 或者 倒 倒 倒鏈子 倒碎的東西 踢手旁可以念 理音就不像 只有這個U還在啊 太牽強了 可是我看那個學生舉的那個例子 就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不是生育學生在不敢講 只能用精英去反推 歸壁就是 也是U不 這個其實不要 可是為什麼這兩個醜 生母不太一樣 其實他就是從他那個醜陰 奇怪 有人就說讀那個醜陰 重差那麼多 為什麼 同學說 他只有U一樣啊 其他都不一樣 我們看他說醜是重的意思 是U 生母也差那麼多 GUN J JU有JU 對不對 JU就只有這一塊 JU 嗯 欸對不起 喔超是那個 這個就差太多了 那醜是什麼 他優步 育母是優步 身符是醜 身符是有 完全不一樣 那有沒有通還不知道 主要就是這個擬陰 到底是誰講的 這實在是很 只有這個JU這裡一樣 其他也 還有這個N吧 看一下他這個醜 沒有啊 他也沒有那個我贏 還有醜啊 除了我們這個讀法 應該要查一下詞點 一定也有人那個說法 醜什麼意思 這一點我倒疏忽 醜什麼意思 那個重 你點了嗎 看人家怎麼說 我前面有看到孟子有一篇 你看剛剛也是儀考儀對不對 用儀 孟子也要用儀和醜這兩個字 兩個他都有用到 而且都是這裡的意思 那醜他是匹配的意思 你看 地醜得起什麼的 沒有啊 有嗎 就這個香淚 清天下地醜得起 香淚 那沒有說重啊 醜惡第1在不光榮 他在沒有了中 誤會惡劣這我們知道 孟子 對不對 再想一下 想一下去亂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他這裏是歸道 地醜得起 地是相當的 意思也 習慣用字習慣用法 這也是動詞沒錯 相等相類 就同一類的人 再醜就是跟同一類在一起 跟人相處 相類是動詞 類的話就是名詞 我們看大一點的字典 他就會解釋 我不知道學生那個是怎麼來 漢語大字典 還有中文漢語大字典 詳見的是看那個醜字 大陸簡化成那個醜 醜 這當然不是 那個是假戒字 因為他假戒成 醜了 我們這個讀法是怎樣 醜是本質 然後我們只說通假太含糊了 嚴格來講是醜是本質 這裡我要怎麼弄 這個 分一戒好像也不對 我想給他那個 做成多段 那我插入個文字方塊好了 會不會怎樣 我們來玩一下遊戲 你看這樣太長了嘛 那如果我是插 那個 我如果這裡分解也可以 可是我怕跟其他解釋的那個分解混在一起 試試看吧 插入分解符號 版面設定 連續辭職 連續辭職 接續本業 這裡差 這裡也差一點 這個發生什麼事 你看我這裡多藍 可以用三藍 吃一截 因為我中間已經分解 其他不會受影響 你看 就少一點 這樣是不是好看多 哇 很漂亮 這都好學 對啊 拍板就沒多了 你這個只是我顯示這個格式 你看到 好 只要隱藏起來你根本都看不到 不知道怎麼排出來 好厲害 內行看門道沒什麼厲害 這個 這個要加一下 這個都 不知道是什麼字 不要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以為是錯字 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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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聲音應該差很多 雖然說吃跟知 目前是同聲母 可是 你總要以當時回到而作 你不能拿現在我們那個發音 懂不懂 雖然會留下一些線頭 它不完全相當 有時候會偏差很大 誤差太多 所以要嚴謹學問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我們可以這樣嗎 對啊 你是這個層級的 我們這裡說詳下就可以這樣 然後 我們是說他通假字 是 我們是說他通假字 我的讀法是通假字 這就可以做明了 醜為假字 醜為背假字 你真字 你真字 他真要用的應該是 正確的字應該是這個 他是背假戒 非假戒 非假戒的字 真正的字應該是醜 再醜 以不爭 所以我的讀法是什麼 再醜 以不爭 就等於再醜一不針 好 我看你了解釋一下 在醜一步 好然後 所以假戒字喔通常他會放後面 同醜有同 利醜得起就是同 他都沒有講那個聲音通假的關係 醜其比 同其比就同 相類似 醜是重 這沒有影 醜是重 可見在迅谷上有惡雅裡頭有醜是重 惡醜 很多人 那我們這個醜也是重啊 尤其我還查過跟那個醜有沒有 跟這個醜發音已不一樣 你看 我們回去運點網 剛好我們有錄這個嘛 比對一下他的運步 生母運母 上果也是優步 他也有這個U 他沒有他是這個 可是他有醜的這個 笛 生母在 可是有點走音了 如果照他這個理念 可是運步完全一樣 可是生服就不一樣了 舟 受 重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有醜 只有生母是一樣 這一樣 因為醜就有種啊 人口稠密 對不對 對啊 這麽好 乖乖的就給我排好 乖乖的就給我排好 對不對那個醜 他也是優步 對應廣運小運是醜 你看 居然還有這個 對不對 因盡 負 有 重之義 這個要 字義的義 不是意思的義 所以他會有這個字義 好 愁與重 愁為 愁是假字 忽有 重之義 他的發音是都是很像 好 可以這樣稍微推斷 為什麼要繞這個圈 因為你醜根本都講不通 你看都是醜了不好的啊 這裡再醜再不好的 宜不爭什麼意思 所以才要轉彎嘛 是這樣才不得不 讀得通了還去轉彎 繞圓路 他主要是 醜重 從這裡來 然後 憤怒 淚 醜淚 醜淚 最好是這裡 一樣我們把它剪下來 漢語大字典 字典比較好 詞典我看就 因為這個就不要OCR了 因為這個就不要OCR了 醜是類 可以 這兩個在一起 可見是同 他就是意識相近 他會放在一起 對不對 彼同相從 這兩個在一起 是誰 他不只會 是誰 1.5分钟 我還以待自己 醜是淚,醜是重 漢語大詞典 漢語大詞典的他比較講會講字的原理 他這個只是 兩個比較就知道 醜類,斷憶才說很解釋 凡於醜類者皆為醜 醜的假見他認為是醜 那我們只不過是怎樣 經俗是醜類字 醜是漢語大字典 我們剪圖好了喔 不要再 比較簡單啦 簡單明了 雖然圖體積比較大 關掉 3829 3829 這也順便齁,類似的意思 比亞同啊 哇,他竟然會擋到自己嗎 不可能吧 真的,太爛了吧 通常自己會隱藏 好,喔,終於可以休息 我們還沒完耶 還沒完耶 你看 醜是 金屬的醜類字 異 這個圖片應該都沒有壓縮 五個鐘頭 不要壓縮 不要壓縮 打完終於一下 只不過 只不過 他說 醜是數字 獲費 獲費其醜 主之醜有事 主之類有事 很明顯的嘛 主之醜那一類 再醜 以不爭 在同類中不要 不爭 什麼叫同類 當然就是 跟人 難道在不同類之中叫真嗎 帶回二座也是要不合嗎 對不對 不爲 因為他是不是要是 來 別忘了 好,我們這裡圓滿了 怎麼回到剛剛呢 你看我想了一下 Shift F5 因為我還沒有記 也馬 第二個王子 別忘了 花那麼多時間 講那麼多 為人子之禮 對不起 為人子之禮 有三項 凡為人子之理有三項 舉凡為人子之理的大綱要 要求有三個 在與人相處中平心靜止不要去爭吵 甚至你可以說不要動不動就去跟人家爭 這為什麼 為什麼是人子之理 父母才不會擔心 那假如在同類裡頭 平和不要爭 或者像一般的兩個合成同類 在同類中不爭 那才異類中要生 這不對嘛異類中生 父母就安心了嗎 這是錯是錯在這 這個一定是 類 那不是講同類 不要看到類就是同類 這一類的 什麼叫這一類 我們說同類也好跟我一樣同類同樣是人 那就是跟人相處 這有點繞一句話講話 有時候講話或作文本來就會繞路 就換句話修持 比如說我們講嘴巴 如果嘴巴是人的嘴就好了幹嘛 我們常講為什麼要拿鳥嘴 會來 形容無法智慧 你就說不能插嘴就好 繞個路嘛用鳥 用久了就變成 習慣了會好像變成人嘴 這一樣 本來類不一定光是人類 用久了因為現在這個不用久 所以大家陌生 用久了 醜就可以直接 同類 就人類 同類是指人類這個 類不是 我性格或喜好 或是科系 或種族的什麼類 國家的什麼類 這個類是指整個大的人類 那為什麼是人類不是跟其他動物 因為以前主要是針對人嗎 以前那我現在地球這個意思還要 毛小孩什麼的 對不對 當然是以融為主 尤其這個禮 難道你還跟動物講禮嗎 當然我們跟動物和大自然現在都有一些規範 那個都算禮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是什麼 行為規範 再來 前面有講過一個什麼 平靜而治不治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理了該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 對不對 那你們學生也一樣該 遵守什麼 該做學生像我該做老師該教你們對的知識 我就不能鬼混 除非我真的沒空 有空不能我去玩我的然後這種答案不安心 我今天吃的都不安心的東西我還推薦給你吃 其實我常講都是物質的都是很嚴格然後新神的青菜 那麼不是這樣嗎 自己覺得不太對的當然我們要找到至少我們安心的 才敢推給你嘛 這一樣的道理 最後 哇還不少 希望不會像有這個那麼大的題目需要我們去研究 所以治不責我們雖然不是什麼名師有名的老師或怎樣 可是我們雖然憑雖然見 可是知號裡 知道我作為老師作為一個學者該遵守的是什麼行為規範 而且我很 你看我樂此不疲對不對 我幹嘛那麼累 錄五個鐘頭 尤其這一段不知道幾個鐘頭 那是有插那個電 這個 不會過了他就一直插的 我就一直講 不知道錄多久 所以 我們治不責嗎不會因為我們不有名 被人家恥笑成這樣 因為我知道我走在禮 禮義的大道上 我們前面是不是看那個注釋才講 道啊 德啊 再來義啊 再來人啊 再來義 我們走在禮和義的大道上怕什麼 就不怕不責就不怕 治就不會驅了嘛 這就是威武不能驅 也可以補充一下 治不責就類似威武不能驅 對不對 平健不能贏 威武不能驅 對不對 我不能驅驅 沒有 這是 大丈夫嗎 平健不能移到自由 奇怪 好怪 唯武不移屈 富貴不能贏 平健不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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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不能驅 然後 剛好你看 他這個是講什麼 治不責是講平健之人 那富而好禮是不是不交不贏 富貴不能贏 這也就是孟子的意思了 所以這兩個字你要會分 所以用這個意 富貴不能贏 不能讓他亂 因為他有禮 所以是這位大丈夫 是不是 剛好富貴 對不對 這不贏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富貴不能禮 因為他知好 他知道 孔約成人 孟約起義 他會守這個禮法 心中有主 不會被外境遷移 對不對 我們前面不是 談到那個禮記制度說 那聖人不會被悟遷移推移嗎 他是用那個推移你自己查查看 不用啊 我們裡頭有石鏡秀嗎 所以一定有 就是這裡對不對 就錄進來了 這就是 富貴不能贏 平健不能贏 威武不能去 沒事 墨隨勿推移 絕對不會 被外界左右 支配牽著鼻子走 好這一集阿彌陀佛 大家道業盡經 阿彌陀佛 智慧增長 少造業多念佛 可惡